好 各位同學早 今天因為我們這個社交距離都超過1.5公尺 看社交距離只有3公尺 那一位講課連續講3個小時戴口罩 那個道中的口罩那個毛細會進入嘴巴裡很不舒服 所以請大家評價我 我今天沒有戴口罩 那你們可以戴 你們聽課不用講話 比較舒服 這樣子 好 那今天我們上個小時的課程 要跟大家講兩個很重要的例子 這兩個例子是所謂Yeshita定理的應用 我們用這個定理去證明這兩種方程 PTE他們弄解的這種存在性能量 是用Semi-Pro給所給出 那這兩個例子呢 第一個例子就是所謂的 線性的對稱的雙曲方程組 那這個東西譬如說有很多應用 譬如說我們之後呢 這個我會給大家補充材料 但上課不會講因為時間的關係 比如波方程組你又可以把它 就一些所謂的新的變速變換 把它寫成這樣的方程組 所以你在研究這個方程組的本身 本身也研究波方程組 波方程組是一個很特殊的 一個所謂的Symmetric and Vi-System 對稱雙曲方程組 這個對稱雙曲方程組 有很多種特別的 特別的情況 而在特別的情況都是很有名的方程 比如說我今天第二個例子 就會講說Mask or Equation 電池學很重要的方程 那它也是對稱雙曲方程 一個特別的情形 那這麼重要的方程組 那基本上你要解它 就是說 就是說其實這總結 用到蠻多很好的分析的想法 所以今天這三個小時 就是好好地把這個方程組 可以study 那大家可以好好地看一下 如何用Kyokushita定理 來處理這樣的方程 那我可以說 這個例子可能是本學習 在我看來分析技巧 用最深的 用最深的一個例子 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提個看看 所以大家要先對我們上禮拜講這些 Kyokushita定理 給你一個Invitable Generator 你要怎麼去找到這個C0 Semi Flow 這個條件你要記得 比如你那個Invitable Generator 然後你要它是Density Bio Close 然後它有Result分 所以要包含某個右汗品面 然後它是Result Estimate 這些所有的東西 那我今天就不寫 那我就希望各位同學 都有記在一起 好 所以呢 我們今天要來講這個Application 我覺得在學PD 最重要的還是說 你要知道這些大定理 或抽象的定理 它到底能夠用來幹嘛 當你當有一些例子在心中 永遠都是好事 當然不是說你永遠都要停在例子 但是你有好的例子 Long Tribune的例子 然後這些例子可以讓你有很多學習 都是非常好的 好 所以呢 我們今天要再來講這個 對稱的雙群方針組 好 這是我們今天的第一個例子 所以呢 我們考慮這個PD System 那我們假設現在有N這麼多個 這麼多個方程 那這個方程寫的是這樣的 UD呢 我就把它寫了AU 那這個AU 那這個A呢 那這個就是一個尾根算子 它是一個一階尾根算子 OK 那它的Coefficient叫AJX 然後呢 XJ做偏尾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 reaction term PXU 那注意到這個是一個線性尾根方程 因為呢 你看 當然這邊這個 這個係數跟U沒有關係啦 如果這個係數跟U有關係 它就變成什麼 它就變成 什麼 如果A 如果A J跟U有關係 它是什麼方程 7-linear 它在看一個linear 7-lin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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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關係 應該在看一個linear 因為它最高階就是一階 所以它的係數再有U 所以它看一個linear 如果這裡呢 跟U沒有關係 這裡跟U有關係 就是7-linear OK 因為它現在最高是一階的 所以這個算是我們在寫第一次看到一個 一階的 不是第一次看到 但是我們這裡來第一次解釋這種所謂一階的 一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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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就應該說它的回分算是右邊這個是一階啦 因為我們之前處理這個所謂拋物方程 它是UT等於二階的這樣子 好 那這裡呢 我們呢 要選一個face space 所以呢 我們可以給你每個P 我們就選這個face space呢 就叫X呢 你記得X也是選的喔 所以我每次都會寫定義成什麼 你這選的當然很過癮嘛 我寫相一點啦 L2 原來有here of a space here of a space structure 那我X呢 屬於RD 然後呢 CN OK 這個意思是什麼 我的U啊 這個X的argument呢 是在RD空間裡面 空間裡面 然後呢 它的值啊 取值是在CN 所以我在UK 是complete value 那這個Nz 就代表給你這個N個equation 可以齁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 就很複雜的 限定方程圖 非常多方程 然後呢 我們assure呢 這些齁 coefficient function呢 aj呢 它是bounded C1 然後呢 它是RD 然後呢 你記得齁 這個東西是一個什麼 它是個 向量 所以這裡每個都 每個都是 都 都是個矩陣 可以嗎 這個是個矩陣 所以呢 我呢 就把它選MN 它有N的變數嘛 然後它是Countred value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每次呢 給一個X在裡面 它就是一個 大N乘以大N的矩陣 很複雜的 這個係數矩陣 然後呢 B呢 它屬於BC0 然後呢 SRN RD MN D MN C OK 那 你知道會看到為什麼 我這裡要選BC1 這裡選BC0 就好 因為我待會兒要幹嘛 做粉部級分 我要 就我要把這個 Week Formation 寫下 那你會喜歡把這個 尾分丟到來 去 粉部級分 需要把它丟到AJ去 所以說 你有Test Function 你需要把這個 對XFK 尾分丟到AJ 所以我希望 AJ是一次可尾分 那這裡的話 就不需要 OK 那這L2呢 你基本上 至少你如果 Boundly Continued的時候 你會 你會 不等是 那些Week Formation 全部都是 那些基本全部都是 Final 所以為什麼我需要 Boundly 你當然 你或許 也可以說 這是H1 這是L2 你只要那個 Week Formation 基本上都是可以 沒有Define 就可以了 但是選這個 比較方便 在應用上 也不是很大的問題 這樣子 那這個 最重要的東西 這樣子 最重要的條件 其實是這個東西 更重要的是 Aj is Emission 我們還記得 Emission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矩陣它的 Compass 那個叫什麼 Compass Conjugate 是嗎 就是 Aj呢 AjX是個矩陣 那這個呢 你每次選 Compass Conjugate 然後再選它 Transport 會等於它本身 那這個東西 對於所有的 j 當然 j是從 1 2 到d 然後x就是 好 Permission 那如果今天 我考慮的東西 全部都是 實質函數 real value function 那這個條件 那這個條件就是 所謂的aj 它是對勝矩陣 可以嗎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說它叫 symmetric 非常重要 我們這個條件 重要都不行 我們今天所有的分析 如果沒有 這件事全部過不去 全部過不去 可以嗎 你們當然可以想想 看如果這些東西 不是symmetric怎麼辦 你當然啦 如果它今天不是symmetric 但是 somehow 它可以對角化 然後它是對勝矩陣之類的 這麼幸運的話 你當然還可以做到 變換法 變symmetric 或是你成功 我先跟你們講 E-end 真實的情況 你很有可能 把它寫system 根本不是symmetric 你有兩種做法 一個是 你在這裡 成一個東西 死了 它變symmetric 那這種想法 就是說它雖然不是symmetric 但它可以做對角化 你不是記得 變成什麼pj p-inverse-dp嗎 那個diagonized 對不對 然後你就把它做一個形成 做到變換 把那個p 那個coordinate 給處理掉 那你這個時候 就變成symmetric 之類之類的 所以不要說 一看到它不symmetric 你就說完蛋 你們沒救了 我之後會給一個例子 講義 也會給一個補充材料 就是脫方整組 一開始你又什麼symmetric 那你當然可以撐 就撐個東西 讓它變symmetric 這樣子 好 那給大家一個特例 就是所謂的特徵憲法 那這個東西在A分枝 不知道第一章 第二章 還是第三章 有講 那這個情況 就是當N的E的時候 可以嗎 當N的E的時候 也只有一個方層 那你記得喔 這個s還在RD裡面 所以它是一個方層 但是它還有一個subvention 很多下 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 你要怎麼解這種方式 你就可以用所謂的 可能wisting 所以呢 它這個想法這樣子 它這個想法這樣子 我在這裡再寫一遍 所以我現在有up嘛 我在寫一遍 所以我只是抄而已 ajx 然後partial aju 然後加上bx 現在只一個方式 我再抄一遍 它這個想法這樣子 你就把這個東西呢 當作 這是對spn為嘛 所以你在這裡偷偷的想 它是partial u partial x 然後這裡是什麼 我希望 這個東西是什麼 partial x partial d 因為當你這麼幹的時候 你就覺得這個 你只要不要看這一下 那這個東西不就圈入了嗎 對不對 某個東西對於我 你就假設u 假設今天是 你就想啦 意思啦 你就偷偷 你就偷偷 就偷偷的想說 假設u 呢 u是u等於u txt 假設你可以找到一個dependence 這個東西就叫credistic 這個是一個curve嘛 對不對 它的這個tx空間都是個curve 那你這個東西對tk為分 會得到什麼 得到ut b 減掉 加上u x x x 那就這個嘛 所以你這個應該是負啦 因為你要把它移過來 那你這個時候會等於0嘛 假設你沒有b 那就代表什麼就是 假設你存在某一條線 txt 這個 這個叫特徵線 只要 因為u 到的等於0 我現在不考慮這個 假設b等於0 所以代表什麼 u對t的偏尾等於0 在這裡面 在這條線上 曲線上 那呢 代表什麼 u在這個曲線上都是常數函數 所以變成什麼 你給你initial condition 你每一點 你就找到它的curtilistic 那沿著這個curtilistic 那個u這個函數 都是常數函數 你不同initial condition 沿著不同curtilistic的不同的數字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特徵線檔 那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本來這個pd很難啊 現在問題變成一個obu問題 你就只要解x倒的t等於ajx倒的t 可以嗎 當然如果現在b進來的時候 他就 u倒的就不是0了啦 有其他東西 但想法是這樣子 好 我記得各位劇透好了 因為我覺得 在做很多分 要在做很多分析前 先給各位的想法 好 那如果這個curtilistic那麼好 那為什麼我們不要用這個方法就好 麻煩就再來說 如果他現在c system n大一點2 一般情況下 他就不能夠寫成常文化的主 有個特徵是什麼 當你這些係數矩陣 他們可以同時被對搖 他們同時的i跟decomposition 那這時候你可以找一個星座表 使得他們可以變成decaples odifuncent主 問題是這些東西不一定可以對搖 什麼時候他們可以同時對角化 譬如說這aj 這兩兩可以交換 你們記得 現現代數有的定理 兩個矩陣可交換 則他們可以同時被對角化 這個是一個重認條件 一般情況下 如果aj 這些係數矩陣不能同時被對角化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用可 就不可以用可 你們可以回想想看 為什麼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這一套理論 因為這個方程組很重要 但我們不能用 如果n大一點 不可以用所謂的特徵法 特徵憲法來解放 所以我們要DF的時代 這個是bill的quotification 好 所以呢 好 所以說跟各位講這個想法是什麼 所以呢 一芬 你現在隨便給一個 營修condition 你記得我們都是一個初始值問題 所以我們要給一個營修 coefficient u0x呢 他等於u0x 然後呢 你隨便給個point 那這個point呢 比如說我叫做q star x star 這是給喔 arbitrary 你隨便給 然後我們現在建構一個c1solution 嗯 但這個c1solution 我只要它是evaluate 在這個t star x star就好 好 那這個都沒有關係嘛 你隨便給一個t star x 就x star 我就constructevaluate 那因為這個點是arbitrary 你都同時就conjuncte c1solution 知道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呢 那我現在呢 就直接把這個東西 當作一個非常大的矩陣 矩陣喔 矩陣中的矩陣 啊不是啊 這個 這個時候它確實是 它就是 它這個項量 因為我現在n等於一秒 OK 好 我讓a是這個項量 還是矩陣 好 那這個step1是什麼 你用這個特徵憲法呢 第一個step呢 你說solve od x star t 等於 負 a xt OK嗎 重點來了是backwards 你往後解 你記得od呢 它一定可以往前解解 也可以往後解這個pd不太一樣 它沒有那種所謂的initial condition regulability的問題 那這個od呢 你就要不是這個initial condition 你就知道x呢 在p star這個點 它等於x 就x star 等下給一個p star跟x star這個點 我就把這個東西當initial condition condition 這個od 我就往後解 然後呢 x define 我就可以得到一個值嘛 叫x0 這個值是什麼 就是x0 來 先跟你們講 這個想法是什麼 你現在考慮這個od 這是由你的係數矩陣 係數函數所決定的 記得 這個是個非線性的od 因為a它可能是這麼平方啊什麼的 對不對 其實它可能是非線性的od 然後你initial condition 就選這個 不管為解 解到p等於0為止 就得到這個 就得到這個 可以嗎 你當然有 你當然有個問題就是說 老師這個是非線性的od 有可能它只有google solution 它solution就會翻來開board up 你就 那你 那你 那你怎麼做 你就解到某一個 應該 應該這麼說 你就解到某一個 這個 你就隨便解 你就隨便往回解 解到某一個點 這個0 你可以選abitual 你之後可以發現 反正你假設可以往回解到0 但你其實可以解到這個時間就可以 好 Step 2 你就呢 假設呢 讓vt 這個也是一個實質函數 它只有p這個變數 u呢 txt 你就讓v是這樣子 然後你就發現什麼 你就發現 v到t是什麼 你用這個所謂的圈錄 它是u對t的編維 t evaluate 再utxt 然後呢 減掉 sigma j等於d d aj呢 evaluate 再xt 然後carsial xj u t xt 可以嗎 這純粹就是圈錄而已嘛 對不對 你先對t偏尾 再對x偏尾嘛 然後因為x到p是-a 所以你有這個-a這個東西 就你把東西絕對那邊寫開 那因為這個方式 你告訴你什麼 因為這個pd 告訴你說它就是b of xt u的txt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就是b of xt vd嘛 所以你得到什麼 你得到如果b假設寫成這樣 vd也是一個常能分方程 vd是一個常能分方程的解 而且是線性常能分方程 為什麼 因為它現在前面這個係數 是已知了一個xt 這xt已知了 就是它線性od 它可以global solution 有 那它的引力學和短力學是什麼呢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呢 就 solve 這個od 這個od od叫做b dot t b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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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時候你往前解 forward 然後你的initial condition呢 就是b0 這個時候你要往前解 你就b0叫什麼 你看b0就是u0x0 對不對 這個x0 這個函數是initial condition 是pd 解pd出子值 問題就是給你的 x0是你剛剛得到了 你的step1 解這個非線性的odd往回解 得到一個x0 所以這個initial infrastructure 是will define 你就先往後解 再往前解 然後第三step 就簡單啦 所以你既然有這個b是這樣嘛 所以呢 你的u呢 t star x star是什麼 就是b的t star 你就從0開始解 v的方式解到t star為止 而這個p star就是 就是這個 因為我的x x0 p star是x star 這條特徵線法 可以嗎 所以你每次給一個p star x 我就把這三step做一次 我就得到u在某個 你想要隨便給我哪個點的值 可以嗎 所以你就得到這個函數 這個u這個解 好 remark 所以呢 這個假設呢 假設n大點2 假設呢 假設呢 if呢 比如說啦 aj呢 an ak呢 假設呢 他們呢 不可交換 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們不可以同時被對角化 我應該說如果他們不可以同時被對角化的時候呢 在一般情況下呢 我們不可以 放在這個 測成線法 好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 在解一般問題的時候 我會喜歡我們這個 也不許大家定 ok 好 接下來 location 我就直接在這裡講 我接下來 location 我就直接把這個東西寫成 我就locate 我就locate 我就把這個寫N2 你就知道說 N2它的這個x 是在RD裡面 它的image 是cn 我以後呢 就把這個東西寫成 bc1 對齁 這都會選bc1 我不要每一次都寫那麼多 當然我還是建議各位 你們第一次選pd 或選正門課的時候 你應該把所有的東西都寫得清清楚楚啦 那你正門課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date住 就是長這樣 那當然l 不再cn 然後這個東西是mc ok 但是 這個符號 方便 好 有問題嗎 注意喔 我剛剛短短的15分鐘 已經把Avans的第三章講完了 不小心講完了 就是講cadalistic 那個部分講完了 當然沒有把burgers equation 沒有把shark wave 講完 沒有把revan problem 但是 ok 可以嗎 你看 其實你從這個examen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我就跟各位說嘛 我們在解pd的時候 它是無窮偶的問題 兩個以上的變數 我們通常什麼想法 兩個想法 一個是化圓 一個是內推 一個是內推 我們正門課 大部分的時候 譬如像pd有去打 所有東西都是內推嘛 可是比如說像 複利業 複利業精神是什麼 把一個heat equation pd變成ode 對不對 daprach 轉動是什麼 把一個ode變成什麼 代數方程 對不對 那比如說像今天 客人先把他的想法列走 比如說 你以後可能要starting treatment 他的想法是什麼 你有一個pd 但我要找spare solution 它會變成od 對啊 那這裡也一樣 客人先把 它是有pd 那你現在搞到最後 比較解od就好 這就是所謂化圓的想法 可以嗎 所以從這裡連一個 學到一個化圓的想法 非常好 一般情況下 要做類推當然是 不是太容易啦 你去看這個 有去打 想法容易啦 但在數學技巧上 你這個需要蠻大的功能 比如說我再舉個例啦 類推的想法 我們國中或教育 就只要b是定理 abrach brach 他在無求委 推廣什麼 他是要回定理 你會回正 對不對 我現在告訴你好了 我現在你大一的時候 你大一的時候 你大一的時候 鋼學的線性怠速 你鋼學一個像樣空間 假設你的老師 有教像樣空間 是吳雄偉 我會說 考慮一個像樣空間 吸而活動的空間 你就不管 假設有內積清理 證明必是定理 你說這不就是內推啊 這一定要對啊 我說太好了 那你要不要證明看看啊 對你一定會覺得它對嘛 但你要證明它就是掛名字嘛 就代表是黨主意 對不對 所以內推的想法 在數學發展史上 一般情況下 人們早就知道了 但是要數學證明 通常需要一段時間暈亮 但化約的想法 你總是可以做 其實有時候我們數學家很偷懶 看到這個問題也太難了 比如Navius Talk 好難喔 我們就把它抹一下變成名 把它抹一下拿掉吧 這也是某種化約的想法 可是它會奇巧的化約 因為你的一般性的情況消失了 變成特殊 變成特殊的情況 但這裡注意喔 我這個例子 特殊憲法 並沒有失去一般性喔 但是真的是找出所有的解 這種化約法就很好 對不對 因為它並沒有上述任何的imnovation 它的化約的in the sense 不是把你方程給人為的 弄簡單 而是它把這個問題 從PD問題變成OD問題 OK 一般請問問到我們分析 學家的夢想是這樣子 我一個PD問題或什麼DD問題 管它很難 先想到哪邊 反而變成OD 那你如果OD的問題 傷到可以變成代數方程的問題 我們就happy了 或先聽代數問題 我們就happy了 因為我們就相信電腦可以做 我們就把它變成代數方程很問題 代數方程很難嘛 你知道我也知道 但我們假設能夠變成代數方程很問題 我們就yeah 傷到大了 OK 我們就覺得OK 我們其實很厲害了 接下來 那些東西喔 就是 就是 就是已經到 比如說這樣 最化約的情況了這樣子 OK 這邊有多數學idea 數學idea在這裡 好 那我現在prove 啊 C二人 我還沒有寫C二人 就是 就給個prove 莫名字 莫名字 OK 所以呢 我們就說這個System 這個Symmetria Hemobody System 它generate C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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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瘦肉 我把這個放得比較大 然後 U B呢 A U A U A U Define 轉文顯 H E到 B A A X R A U 加上 B X D 可以喔 這個是我使用的 來我現在證明之前 Basic ID的是什麼 來喔 以後都是這麼幹 你記得有一個關於Bounding Perservation Day嗎 它告訴你什麼 我如果 假設S 是一個Infinitational Jurator 那 它加上一個Boundy 你以為Boundy Upperator 則它也是另外一個 它也是一個Infinitational Jurator 就是說 你這個生成一個 Semipode 這件事情在 你的Perservation 如果是 Boundy Operator 是沒有差的 它會改變的是 你的Desolvent Estimate 但作為存在性而言 是沒有差的 所以你這個證明了 永遠第一個想法 就是這個東西 很理想正 你就把這個人看成 是一個這個東西 加上一個 這個東西 而這個東西是 Boundy Perservation 因為B是 BC0 所以它在L2上 它是Boundy Operator 所以你就把這一項 當作0 不要看它 只要去處理這一項 知道意思嗎 這永遠一步都這樣子 你們作業以後會常常出現 就是說 這就是 你也可以想像一下 為什麼我們在解PT的時候 常常我們要把條件 設定到最高階的尾跟算子 比如說二階尾跟算子 我們常常要假證明公 我們會把條件放在最高尾分項 不會把條件放一階尾分項 跟零階尾分項 因為一般情況下 這些項都可以 把它看成是一個Perservation 把它給丟掉 至少在證明幾個存在性 這件事情上 這些Perservation 不是太重要 所以最高階尾分項 才是最重要的 那你接下來當然知道 證明它真的是一個深層 一個Semi-Pro 對不對 那你這邊有很多小問題 譬如說 我A是這樣抽象的斜 那請問一下 它的斗邊是什麼 第一個問題給我 就是它的斗邊是什麼 你斗邊不可以OB學一招 因為你要怎麼樣 你這個A要在這個斗面裡面 然後close 這是一個high in non-tribu的選擇 這個不是OB學的選擇 對不對 所以至少前兩步 你很快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我想跟各位同學講 就是說 你要看到這種類型的方程 你可能第一步先證明說 有哪一些像可以丟掉 因為它是Bunded的Perservation 但你要注意 有很多定理告訴我們說 就算有些Perservation不是Bunded 它滿足一些Constraint Assumption 它也可以丟掉 那這東西你要看Paisy的速度 證明當然比較evole 我當然上課不講 你就先考慮哪一些像在證明抽象 用Hishita的時候可以先丟掉 剩下那些東西 才是我真正不能丟掉 那些真正要去處理的這些 音源這樣就不會掉 然後當然第二步就是要找它的Domain 一般情況下 因為你要close這件事情 再跟各位同學講 比如你記得我們在用大10mg的時候 在解拋物方程 我們為什麼Domain 不要直接選H2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沒有 我們只能選 擺0.0的縫定出來那個Domain 你這樣選的時候 因為大10mg就跟你保證說 它上面已經close了 所以你一般情況下 誰想辦法把你的Domain選很大 讓你這upgrade可以抵放 因為你的Domain選大的時候 你的close才有可能 因為你的考慮這個set比較多 你的譬如你一開始就考慮 smooth function 你的open set太少了 你的close就比較難用 所以一般情況下 你假設有一些preordial 一些分析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dimension operator 可以寫成一個wip form 而通常這個wip form寫下來 這個東西就是你懂的選擇 因為這個wip form本身 譬如說你如果是classic choice 當然你的Domain會選什麼 C1 這是最自然的嘛 但很不幸的 A在這個C1可能不close 所以你如果呢 因為這個是一個classic 或所謂的strong formulation 但你如果把它選wip form wip formulation的時候 他的這個domain會比C1還多 那這個時候你close in就比較好證 然後你當然之後再回來問說 是不是他的solution 其實可以C1 這當然是一個improve regulate regulate的問題 所以說我又說第二步 你在選domain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要考慮 所謂wip solution 在這種分析裡面 在這種分析裡面 也是告訴你說 因為你在commute re-pomulation的時候 你的domain 會給你一個indicate 這個domain的選擇 因為那個domain的選擇 因為你是commute re-pomulation 你的domain的討法 比較好 比較多 所以你要證明它close 比較簡單 OK 所以你至少在這裡 就有一個選擇 因為一般情況下 當你把domain找出來之後 你的分析已經對一半了 你的domain錯 你後面分析基本上全錯 可以跟你講 基本上到那個過去 可以喔 那你可以正 OK好 這個都已經 這個是個心 這個是個心吧 有問題嗎 所以我可以理解成說 比如說我在這裡 用整個不論的概念去想 那我就比較需要 我要求我的domain是close 所以我domain的性質 要比較好一點 我叫pde 你什麼 domain是close 什麼叫domain是close 是 A是close 你等一下講A是close 這件事情 可是pde好像也比較沒有強調 喔 你說什麼的pde 就是作用pde 所以你在 那 國元pde我們有 給你operator 去證明一下close 還是可以負這個問題 但你當然關鍵是有 時間向的 比如power pde 我的問題是想說 那你用這個semi flow的道理 跟橢圓的那個想法 在這邊有什麼不一樣 橢圓的想法 對 我拋物 比如說你如果把這個A 看成是一個橢圓 跟蒜子好了 對 我今天問題是說 我想要說這個像個od一樣 我想去找exponential ta 對 在這個過程中 我需要這個a 它close 對 那你的問題是 所以它是一個 拋物的 拋物 我們關鍵是拋物方程的解 對 但是我們在 在建構exponential ta的時候 需要對橢圓圓圓 跟蒜子有了解 因為我們需要它 你知道 就是有那些sips close dancing device 一大堆的 所以它才可以生成semi flow semi flow 所以3號在解拋物方程的時候 你必須對橢圓理論 或橢圓蒜子有一定的了解 這我們自己要講 或是說 你為什麼要研究橢圓蒜子 這個是你的問題嗎 還是 剛剛有人問說 以前在問橢圓PE的時候 從來都沒有去問close shelter estimate 就是close index 都不會特別去強調close 因為你沒有在範盤的setting裡面 你以前在證明 譬如旁邊的inacquility 你證明一大堆 譬如說 如果laplacianu等於f f是n2 f是n2 u是h2 這件事情本身就是close index 因為我在第一場 上怕 第一場PE裡面比較少 聽到強調close index 這件事情 因為你 從到這場刻 你一直聽到close index 就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在想到你這兩個觀點 是查在哪裡 為什麼第一個人要一直強調close index 你的故事 你的意思是說 在你那門PD課裡面 有沒有什麼東西 是close index 想法隱藏在裡面是不是 唯一聽到的 或者是什麼東西 遺漏掉的 但是我不知道 在這裡這場刻 我想你學的就是Evans 對不對 你可以看Evans 第七章第四節 或之類的 它明明好像寫在 我現在一直在講 寫在比論 那它那個東西 它那時候證明的想 它那時候證明的想法 比較是competence 想法 先做galactic 然後有一些energy estimate 然後再做明明之類的 那這一面 就是close index 比較不會出現在那裡 就是你有不同approach去證明它嗎? 因為它的東西比較像projection 然後meach limit competence之類的 但我覺得你在椭圓算值的時候 你的close index 會出現在的一些experiment 我這個是不確定的 對 但你在做galactic的時候 我當然不太一圈 會出現在 但是 ok 這個很好 問題我們可以再想想它 為什麼你也可以反過來想 你在PD Evans學的那些galactic 有沒有出現在這裡 對不對 假設我們都可以找到解 當然它的解是建構性的 比較抽象的 capade limit 那它是不是跟這些東西 當然我們 你記得我們heer yoshida 給你的東西更多 我們可以說它是個semicrow 它有很多result estimate 之類的 那個東西是屬於用改良一點 是沒有便宜的 你還要傷它在另外一陣 其實在我看來 我現在跟各位聚透 當然我這個講話沒有說真的 做很詳盡的研究 我認為在線性理論上 也就是說我們考慮線性PD的時候 Evans或是這種semicrow 我覺得差不多好 當然你可能要花更多的時間 來學semicrow的理論 因為你有一些半然的東西在背後 你感覺很直觀嘛 對Iganspace做projection 然後你那些estimate 全部都是engred bypass 然後你可能有compagnement 比較直接 但你要注意 我認為 你一旦到半線性去 有一些半線性以下 Evans就過去了 這套理論在處理半線性問題的時候 非常powerful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OD的想法 都是variation 槍跟風的 你們之後會遇到 那你就可以知道 要powerful再 在線性理論的時候 我會說其實Evans跟這個東西 In and 我會說 當然啦 你會說semicrow的東西 給你更多嘛 semicrow property semicrow property semicrow property 有的沒的 但是 就存在性而言 其實差不多好 連到半線性 半線性的話 我認為這個理論 就耗口不出來 但是我們現在才能到達 就我們會到下禮拜 才能開始 但是我覺得 就算我們今天 今天我們這整些寫 會只講線性理論好 但是我也覺得 這都會比Evans好 為什麼 因為他出去就是OD的推廣 在觀點上 第一步 你會覺得很自然 其實我覺得 你如果今天不知道Galekin的話 其實Evans那一套想法 很奇怪 其實是很奇怪的事情 當然啦 你說Igon projection 本身 你背後的想法 也是把L2做 decomposition 這個東西是複裂的想法在背後 然後你做projection 然後你又-OD 然後你又-OD 然後你又去Limit 你為什麼DV呢 可以存在 因為你有那些Estimate 那些Estimate 本身也是跟Result Estimate 很有關係 所以底鍵剛好 問到底果報 怎麼回答問題 你有問我說Result Estimate 出現在哪 我就我知道 但你問我Closing出現在哪 我倒是有點不太確定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橢圓的估計 是個Closing 因為Closing最基本的想法 就是想要極限跟某堆可 就是可交換 這件事情你在學十分系的時候 被Dominated Conferences 在學高尾的時候 Rudyphone Conferences 那Closing就告訴你說 我想要把某堆做交換 這個時候就學到Closing 我想要極限跟偽分交換之類的 好 那這個東西都行 我建議你們把心意都寫得非常好 然後你們上跟偶來上 再好好想這東西 不要再一直半解這樣子 因為 但是我不是說你 你想這個問題都非常好 然後我們都可以對這東西 我們都可以對這東西 好 我們這個東西是一個很大的例子 所以我們的Step非常多 Step 1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現在先做化約 我就那一個Akkurator 叫Bu好了 它Apply在u呢 它的Division呢 就是Bx Nx OK 那呢 B呢 從我的Face Space 就現在L2到L2 可以嗎 它是linear 就是trivial 因為我的B跟E 一點關係都沒有 而且重點是Bounding 可以嗎 為什麼叫Bounding 因為B是BC0 你在做L2的時候 就可以提出來 就輸出弱子直接提出來 所以叫Bounding Up Bounding Up Bounding Up 所以這個東西是呢 另外呢 因為B是BC0 OK 所以呢 所以 你就用這個所謂Bounding Bounding Up Bounding Up 所以我們就可以考慮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假設B是0 因為B只是一個 Bounding Up Bounding Up 所以B是0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注意 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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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一個 不要想看這個Stand 這非常好用 你們以後在做很多的洗碟的時候 第一個想法就是 有沒有什麼東西是可以做這樣 OK 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關於Domate 再跟各位同學強調 我這個東西可以講很多片 來 當我這個PD 寫的這樣的時候 Infinitational Generator 寫下來 沒有 沒有 我寫的這個縫叫A 我也 我也給你FacePay 叫L2 但我也沒有寫下來 叫FacePay A 你如果去看這些 在寫這種 SemiFlow SemiFlow 理論 他們常常會跟你說 什麼叫Infinitational Generator 它不是A 它是個Triple 它是一個 三個東西 你要把A寫下來 把X寫下來 把Domate of A寫下來 Domate of A 是Domate X給你所謂的Ambian Space 的Topology A給你這個Form 所以當我這個寫的時候 你不要說 A就是這個 什麼叫A就是這個 我Domate of A 根本沒有跟你講 OK嗎 所以我現在Domate of A 還沒有刻畫 只是我抽象先寫下來了 好 所以呢 這我剛剛已經跟各位解釋了 因為你需要它是Close 所以呢 所以我們就通常 一般通常在考慮 Week Formulation 我再跟各位同學講到 Domate of A 是一個很難的問題 你找Week Formulation 只是一個Attack 最常用的Attack OK 好 我們假設要考慮這個A U等於F 這個東西現在有點像 這個Lux 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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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x Lux 不知 所以這個意思是什麼 AU等於F Lux 要把它做分布積分 你現在哪哪哪哪? Lux 是Smooth 然後它在無雄遠處等於 Has function 你就把這個東西跟V相乘 然後跟V相乘的時候 現在就變成你把這個東西 然後你那個Partial V可以丟過去 所以變成是一個內積 我就直接把它寫成Ltool 內積 Partial Aj Aj V 這個是L2 然後這個東西等於F 有問題嗎 這個要看懂 本來是一個PTE AU等於F AE這個是可微分的 有微分的 那我說 當我現在把AU等於F 我看成Weak Fondation 就是If only we can 看成這樣 我在這裡扯 就扯個V 然後做分布積分 我可以把本來Aj的篇尾在這裡 我把它丟 把它丟過來 那為什麼沒有Bundated 它是Test Function 在無窮遠處等於你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我的Reformulation 然後這裡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我要Aj是BC1 原因就是因為它對Aj的篇尾要存在 可以嗎 這個就是我的Reformulation 好 所以Dephibition 所以呢 我們說呢 U屬於Domate of A 我們現在Domate of A If only 我們要存在一個F屬於L2 使得 負的 我就把這個再抄一遍 OK 這個就我所謂什麼叫做 Domate of A 所以我把這個Wid Formulation 寫在這裡 讓你大家注意一下 那現在至少在這裡呢 都還是 都還是 蠻standard的 沒有說很難的分析 OK OK 好 我來講一點點東西 我們就可以先下課 好 接下來 開始來一個觀察 而這個觀察就是我們整個分心最難的 為什麼這個分心有難處 就在這個地方 Notice 你現在注意喔 我們現在這個Domate of A 它當然content在我的Face space L2 我的意思應該是這樣子 因為我這個整個基本要存在 對不對 所以我應該說 if U 屬於L2 U本來叫L2 這是不變的 所以Domate of A 一定包含在L2裡面 就是 我寫U屬於Domate of A 是 if U 屬於L2 M的存在一個F OK 然後呢 很重要喔 H1 會包含在這裡 然後當然C infinity 0包含在這裡 這OK啦 這個inclusion 是trivial 對不對 C infinity 包含在X1 這個inclusion 就是Bide of Definition 最難處就是這個inclusion OK 我先跟各位解釋一下 這重要 這個重要是在這裡 你看喔 你看喔 如果U今天屬於H1 對不對 代表這個Partial XJU 是well defined in the weak sense 你當然可以直接做分布積分嘛 所以 AU等於F 就可以選這樣 所以 U屬於H1 一定是扛在Domate A裡面 同意嗎 trivial 但重點是呢 這很多時候它是不等於 這才是問題 為什麼會不等於呢 就是說 Domate of A 比H1還大 你要記得 H1就是像我剛剛講的C1 很像C1 你當然有分布 就是說 你去H1的時候 有你的恐怕已經太弱了 所以你科目性 你是不會得到 要再更多一點點 這就是說 一般情況不會一樣 再先 我就跟你講 為什麼不會一樣 你就直接看這也好 來喔 你就直接看喔 注意喔 A J這個問題 假設 就假設有某一個J 你現在假設有某一個J 假設有一個Name 就假設你現在在RD裡面有個Namehood 我現在直接用假文我就不寫了 我現在RD空間中 有個Namehood U 可以嗎 假設A J某個J 在這個U橫等於0 則這個微分 不管你的K function是什麼 就是橫等於0 所以我這個U 在這個U 在這個小U 在這個大U上 我就可以讓它很像L2方圈 但不是H1 則它的積分布我就沒有差 不影響 你懂我意思嗎 今天假設A J在某個地方等於0 就是說我存在一個J 然後等一個Namehood Open 然後FD 使得A J X等於0 任何X屬於U 對不對 你假設你的CoEfficient Function 滿足這件事情 則在U上面 這個東西很等於0 不管你的V是什麼 也不管你的U是什麼 所以我的 就是因為 在這個U上面 這個積分沒有貢獻 所以我這個U 小U 可以在這個U上面 是L2 隨便很大 所以它當然U不會屬於H1 但它還是在我左邊裡面 沒有嗎 注意 所以這真的是跟你的CoeE 真的是跟你的CoeE 跟你的系數很有關係 OK 所以我就把我剛剛的觀點講一下 所以這是一切問題的所在 為什麼我們要挑這個Domate of A OK 好 所以呢 Notice 你嗎 And 我的H1呢 其實呢 是這樣子 Aj X等於0 4 3 5 J 屬於 T N X 屬於 U 接下來呢 你要幹嘛 你接下來就要證明它是CoeE Densy Define Densy Define 會不會是個問題 來請告訴我 為什麼Densy Define 不是個問題 因為C impedance 0在這裡啊 Densy Define 不用證 可以嗎 我怎麼會ObeyDensy Define 因為C impedance 0在這裡 然後呢 所以我要證明它 接下來我要證明它 CoeE RESOL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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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第三步當然要證明它Close 我要跟各位們 劇通一下 為什麼要挑這個Domane 在輪格雅D的好處就是 它很容易讓你證明它Close OK 我們來看一下 A是Close 我的A是這個意思 我的A現在是B已經等於0 我不考慮 我當然本來A是寫成這樣 但是 我現在A現在不是100的形式 我讓UN呢 記得喔 你這個聽比較會顯 會先跟歸 會先跟歸 我們劇透一下 Close你在其中 其中會出現 就我一定會問你 專門問你Close 你是不是 你如果定義不會 你就在意你的取決 我現在把FN呢 叫做AUN 假設它conferge到FN L2 你看這個Bine的Defination 我們現在每次只要看到 我們每次只要看到這件事情 我們腦中想著 不要把它看成strung form 不要把它看成尾分 不要把它看成尾分 不要把它看成分 這個 這個叫AUN 跟Lux沒有管很像 Lux沒有管很像 所以呢 我會得到嗎 我這sumvention以後 這一點E到D就不寫了 因為這個不太重要 這個sumvention不太重要 可以嗎 那這樣其實就結束了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UN趨近U引L2嘛 所以我現在U趨近無從大 這個趨近U嘛 對不對 引L2 然後這FN趨近F引L2 所以代表什麼 這樣就影拍什麼 影拍Au連F嗎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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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的 U屬於L 吹屁齁耶 你有沒有感覺到 你看 因為當我耳上面覺得這樣 我AUN等於FN 就代表這個意思嘛 但是我UN趨近U引L2 所以我這個可以直接取limit 進來 就直接把N拿掉 這個FN可以直接 你進來把N拿掉 這樣就證明了U屬 你Domate of H 而且AU等F 你不覺得這個科技 根本就沒有什麼嗎 就直接就是reformation 直接取極限 什麼都沒講 你要不要回想看 你說Domate of H H1 會把這個 試試看 你回去等一下 你說Domate of H H1 你要怎麼正面closing 試試看 我跟你講 我如果現在選Domate of H 是這樣選 存在一個F 這一次你成 整應對的時候 很x function x function都對 所以這個closing of H trivial 為什麼選這樣的Domate 但這樣的Domate 選了之後 後面分析上會有一些難處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partial execute都沒有define 它沒有define 你永遠都是要寫成 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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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這裡在寫Domate 這個之後我不會講 我希望各位同學學到這裡 已經可以知道了 這門課的一個藝術 就是選Domate A 這是個藝術 當然在Domate的情況不是個問題 所以 the closet of A it's the main reason to choose the 這個東西是有一點tricky 有一點nelectric formulation 不是直言選 H1 Omate of A is A of H1 OK 好 這就為什麼 我們要選這個Domate OK 好 那我們先下課五分鐘 下課十分鐘 不過我今天還是會有點 很像脫 下課五分鐘 50的時候 OK 開始了 好 那接下來 我們要去處理所謂的 resolve分析跟resolve分 estimat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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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Stand 4 接下來是一些分析上 哪有trip 哪有trip的東西會出來 你呢 現在證明了存在一個 可能非常大 但這不重要 因為我們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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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ge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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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p h2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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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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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 h2 當作resolved estimate 當然resolved estimate 它的形式長這樣 當然這個浪達沒有取決略值 為什麼要取決略值 原因是這樣子 我先跟你們劇動一下 作為有異點是這個 你如果在Yoshita定理裡面 就本來沒有掛決略值 resolved estimate 沒有掛決略值 你如果掛決略值也對 就代表兩個方向 如果是掛決略值的話 就代表決略值浪達大於β 代表什麼 代表你風力浪達大於β 或是浪達小負β 對不對 講是非常大於你 你如果在Yoshita本身semi flow只有這個 你如果今天還有這個條件的話 你會生成一個flow 不只是semi flow 是flow 你還可以往回一境 那這東西也不是很不自然嘛 因為我們早就知道說 像這種transport equation 或是像坡方程 你可以往前接一點 可以往後接 本來就有自然 跑步方程不能往後接 但是雙曲方程 地板的情況可以往前接一點 也會往後接 所以它會生成一個flow 所以我為什麼它寫成這樣子 就是 因為我當然有問題的時候告訴你說 其實雙曲方程會生成一個flow 但是我們今天只要找semi 請說 所以為什麼那個ResultMeta 是擔邊還是雙邊會減證到它 就是時間走上 你可以往回結 總共往回結這件事情 具體來講就是為什麼 因為跟你的FullMode跟你的FullMes有關 你往前只有代表說 你需要它能夠往前代表說你的Ng往前要Decay 你的時間在往前的時候 你看你這樣Decay 所以小元負Meta是說你往回結 也會Decay掉 也會保持不會漲 也會有那個ResultMeta 對 就是說你要能夠往前解 你有一個想法就是在FullMode或Energy的想法 就是你在往前的時候 你的Energy不可以增加 可以持平或是下降 但是你不可以增加 那現在就是說 你如果就滿足這件事情 就代表說你往前跟往後 你的Energy全部都持平或下降 這你都可以 那水往回結的意思 我們講不及確認 是不是就是層上面一個Inverse 你如果我作業有一體的話是 你的往回結的話是你的St呢 就是T大於0 然後你如果是往小米的話 要取Inverse 是這樣 那這東西跟座有點關鍵 但是我今天只要找SemiFlow就好了 來最tricky的地方是這裡 這個東西是你可以resultMeta形式當N等於E的時候 但是我現在本來是U要屬於Domate of AR 但是我現在不可以選Domate of A 是要H1 更小一點的空間 現在想法這樣子 我先證明對U屬於H1是對的 然後再把這個ResultExtend到Domate of A 為什麼U屬於H1比較好做 因為這個東西是我有Define 它可以直接寫下來 你如果今天U是屬於Domate of A 你不可以這樣行 永遠都要拉到Week Formulation 然後這整個過程中 你從你這個ResultExtend 但你會說老師到底U屬於H1這個Extend 跟U屬於Domate of A 這個Extend 差多少 它兩個Extend 會不太一樣 有差一個誤差項 而這個誤差項基本上會被吸收到Beta裡面 它變一個BetaQ 那基本上誤差項就是某個東西 就Constant的UL2 所以這個誤差項是剛好可以被吸收 被吸進去 這就是整個分析第一個最trick的地方 你一開始不太能夠直接做 Domate of A 因為這主要是因為我寫一個Week Formulation的關係 然後你如果有參加禮拜一的Same 我們有一個Hanboa 他講這個 有點像就是飛線性的版本 這個東西的飛線性版本 他也沒有講到一個不等式 叫Compate的不等式 那基本上我在想 我當然不知道他則是什麼 但我在想他的意思就是跟我跟大尾一樣 正的一個Lemma很像 OK 好 所以我們要證明這件事情 那這樣就比較簡單 所以Proof 所以呢 我們丟屬於X1呢 是No的 我們就叫QuickDelective 它从xjQ的失败Ry OK 所以呢 知道吗 那我们现在呢都是这样 那你做L2L呢 接取平方方便的 它等于什么 AU的L2N 然后加上 我把这些项先收集起来 剪掉两倍的浪档 不用怕 AU L2N 可以吗 好 这个是trip 这个东西trip表 那我现在的关键是什么 关键就是我要估计这一项 OK 我要估计这一项 我AU呢 U等于U 它拐几分的选择是什么 我拐几分选择 我拐几分选择是J点E到D都不写 它是整个RG上面做积分 然后呢 AJ R熊AJU ChessPose 买U bar 这就关键了 为什么我 这对我可以写成这样子 为什么 为什么我可以写等于这样 H1 因为这都一半 所以用于H1 所以这里我要用于H1 OK 所以这个就是 那你记得我现在 我现在赢了 我现在赢了佩达 当然要成一个Campaign Campaign R1 然后你就把所有东西都丢到Ut 把所有东西都丢到那个AJU bar 可以吗 那你会说 老师不是有一个Boundary Term吗 你比如 你的CampaignPay 不是有一个Boundary Term吗 那你会说 老师现在U是属于H1 那Boundary Term跑哪里去了 我这个等式用到一件事情 用到CampaignPay R1 H1 可以吗 意思是什么 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先找一个Tax Function CampaignPay CampaignPay 那我每次在考虑Tax Function的时候 你在做分复集分 有没有Boundary Term 没有 就你在取地名 也没有Boundary Term 所以我在这里用到 这个Tax Function Space R1 H1 然后你接下来当然就可以去做 做这个 做这个 简单就简单 微分啦 Duty 然后呢 Partial Action 不对 这里有T 可以吗 这有T嘛 T是Transport 这有Transport 这有Transport InnerBordat 什么叫U的InnerBordat U的U的InnerBordat 就是U的Transport 所以U的Transport 所以这有Transport AJTransport 可以吗 我看你有问题 不是 不是 他本来如果直接 对U分布积分 就还有Boundary Term 对 因为那个U的 在无凶远处可能不等于0 但是我现在是 我现在是跟你说 我这个等于你应该这么想 就是我先找一个Sequence Transport Transport Converged in U Converged 到U 然后我现在这个等式 对每一个Transport 都对 因为Transport 跟Infinity 是比 所以你是把U Ubar 当成是Transport 不是 整个U U跟Ubar 都当Transport 对 对 我就是找一个Vn 我就找一个Vn 属于C Infinity Converged 到Q 对 H1弄 什么弄 他就当成Transport 这样做 对 我把Q 用Transport 用Transport 拐进去的时候 这个等式是成立的 他没有Boundary Term 然后我再取Limit 也没有Boundary Term 要不然你直接对U做 你有Boundary Term 可以吗 在大型游管的时候 有出现过一次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 就你在这里呢 为什么需要Symmetric 就是呢 你在这里用到了 我的A,J,T 它什么 A,J,Bound 就是因为A,J 是Emission 所以A,J,T可以换掉 变成Partial A,J A,J,B 然后U,B 减掉 Summation Duty A,J,B Fatial A,J E,B 可以吗 你这里本来有个Transport 所以变A,J Transport 可是A,J Transport 等于A,J B 因为它是Commission 所以你就直接 做来不明之路 等到这样 你看看 那这个东西什么呢 那这个东西等于 负的 Summation T分 UT 这个不动 A,J,A A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就是整个Bar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就是减掉U跟AU的L2积分 对不对 对吗 那另外的 所以你看 AU的L2等于这个东西 可是这个东西跟本来AU是什么 是Transport 你今天知道一件事情了 Record 我的U AU的L2等于什么 等于U AU 你做交换的时候 你在Compress In the product 要有Bar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两个加过来 就变了Real part 两倍的Real part 这边等 你会等到什么 两倍的Real part 就是我要估计的这个东西 两倍的Real part AU U L2 等于这个东西 等于Food 这个Subvention RB U T Partial AJ AJ Bar UBar 对不对 同意吗 好 但你看 这个东西小于等于什么 你所有东西挂绝对值 然后这个东西BC1 所以它有Supernome 所以我最后是C1 然后你把这个Supernome取出去之后 它只剩下U的L2 对不对 所以U的L2 所以U的L2 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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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接着吗 我就取 对所有的J 都取它的C1 之后 取它的素 然后这个BC 我有D 我有D 一个Subvention 我在这里特别写 好 整个加起来 所以它小一点C1的U的U 就同意 好 所以你就觉得到什么 所以你看这整个东西 我把这个东西叫做Square 我把这个东西叫做Square 所以呢 整个Square 会Imprime什么 我这里可能还有一些小分 小分析 对 把这边写写 其实在这里面的过程中 都是只有那些一起来小tweak 还没有说真正哪个生意 你会得到这个 所谓的Square 它会Imprime 我的Landa-Au L2 0的平方 我现在想把这Au直接丢掉 因为它是正的 它小于等于Landa平方 U的L2的平方 然后你减两倍Landa 可是我现在Landa是正的 因为Landa现在大于Fa Landa是正的 所以呢 我有这个东西 如果怕小人在那边做的 我就减更多 我就减更多 减掉C1LandaU的L2平方 可以吗 这可以吧 因为这个东西可以被C1换掉 然后呢 我现在希望它是一个Beta 我现在希望它呢 会是一个绝对值Landa-Beta的平方 U的L2平方 那你这样要学什么 我们只要配Beta大于C1就好 对吗 对吗 这个很简单 你都回去这里看 你需要不等 你需要不等是什么 Landa平方-C1-Landa 要大于等于Landa-Beta的平方 对不对 你就找一个Beta大于C1 这件事你会对吗 因为我有时候 要凑成这个形式啊 我要找一个Beta使得 我比如说X1L这个会对吗 所以我就找Beta大于C 就大于C1 你就会发现这个会对 只要勾勾的 对 为什么 你就回去自己check 这个很重要 好 所以我们就找到一个Beta 那你要注意这个Beta呢 之后因为有Perservation的关系 有一些Domain跟H1的差异 这个Beta之后会一直改变 可能只要存在一个Beta 右半平面当content就好 所以我这Beta可以 Abitual也没有关系 这样子 这个是第四个State 这个State 并没有说很难的分析 基本上你也可以做 你只要有一些NAS 所以我们姿势大概都 接下来是NAS Trivial Trivial 整个这个东西 第一个最难的地方就是这个 Prove Prove not 简单讲就是呢 我把我刚刚那些Estimate Beta Beta 2 4 O U 3 Domain A 然后这个东西呢 By Enlarge Gene Beta Hine Is Necessary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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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H1是對的 現在要對的時候 不覺得H1是對的 這整個過程中 你可能要把你的悲達變更大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的悲達會已經變了 變更大 那這個 ID是什麼 現在問題就是說 你現在不可以直接考慮這個FOLE 你一定要考慮Week Formulation 所以你考慮Week Formulation的時候 跟這個FOLE是有個小誤差的 你可以想像它是有個誤差存在的 那這個誤差是什麼 那你要怎麼樣去寫這個誤差 把它寫下來 那這個想法就是 你還弄到這個modify 所以我把這個X枚先寫在這裡 之後會弄到X枚 所以它是 A U 2 打一個 好 那這個想法這樣子 這idea呢 你就考慮什麼modify 你還記得 modify是什麼嗎 Smooth Function 然後它的基本的很一 然後它是 Cupax Port 是在你所謂給定的一個 metallhood裡面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呢 你的U不屬於H1喔 可能很爛喔 但是呢 我們可以把它 regularize 我們想要給一個modifier 給一個sequence modifier 然後呢 這是很典型的啦 你看到UX 叫做 我的modifier 跟這個 U做所謂的 convolution 你記得我們 我們之前有講一個 Dame 他說 他說什麼呢 只要我的UX 那是 因為我每次在做回分的時候 都可以把回分丟到那個 這個modify裡面 在做convolution的時候 and 我知道說這個 這個UXL2 None呢 它會小一點 這個 5X modifyL1 None 所以U的L2 None 可是我們都可以選5XL1 None等於 1 對嗎 我modifier 這個bomb的我永遠可以選 它的整個 整個L1 基本式 所以它就是 也就是說什麼 我這個convolution之後 UXL2 None 可以被我本來的L2 None 給bomb住 我不希望它L2 None會增加 對 而且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東西 是什麼 我的UXNone 它convolution U與L2 對嗎 所以這個modify 就是我給一個東西 它等於L2 它很爛 但是我可以把一個smooth function 就是 就是 而且它L2 None會 你會覺得你知道 被可來的L2 有什麼bomb住 這個想法 是 我覺得 就算你今天沒有學這本課 這種分析 這種appassumation 想法是很重要的 好 當然啦 我這裡每次講 許經理的時候都是 H 我看到 許經理的證 我們今天整個證明 最大的play法是 這個 這個Lamma告訴我們說 我們今天把這個symmetric hypothesis 就是一整 寫成 quick combination 跟它本來的 strong combination 它們的差距是什麼 會有什麼誤差出來 Lamma 4H U屬於 A NH1 大於 1 我們有這個 AU 的H1 選掉 5H1 跟AU 做出 寫 3H2 2 特別加起來 3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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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H2 4H2 5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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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H2 5H2 9H2 5H2 來 我這個東西我要跟各位講怎麼一回事 注意喔 他現在是這樣子 我uAx本身smooth 所以我一定還在DbfK裡面 所以這auAx會有divine au 注意喔 u當然現在屬於divine of a 所以au也是divine OK嗎 然後我現在bf當然可以跟他做合成 因為au是l2函數 可以跟他做convolution 那我現在要證明說 這個東西的相 這個東西相減的l2 所有的東西都l2 然後我會說這兩個相 就想要一個某個c2 u 可是這個c2跟f2沒有關係 就這樣 OK 然後為什麼要特別寫成這個黃色的瓜奧 我只要跟你講這個縫到底長什麼樣子 因為uAx是smooth 所以我是真的可以把它用回分 我真的可以用strung回分的那些寫下來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本來回分算子 帶入這個5Axu 因為這個就是uAxu 然後5 star5Axu跟這個做合成 這個東西我這樣寫可以嗎 不行 為什麼 因為u不屬於h1 我不能這樣寫 所以這個東西它只是一個simple 可以嗎 啊 但是u屬於d面ofA u屬於d面ofA 我不能這樣寫 所以我不能這樣寫 所以我為什麼要用一個黃色的括號 因為我不能這樣寫 因為u不屬於h1 但是如果u屬於h1它當然寫成這樣 所以我這樣寫是不是跟各位說 這個東西你真的寫下來它長這樣子 實際上還是不夠寫的那個樣子 它不能夠寫的這樣 它不是h1 但是我這樣寫是要告訴你說 這個不等是它要告訴你什麼 它其實要告訴你一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說 就你看 這個東西有點像什麼 你A跟convolution做交換 對不對 你先做convolution再做A 你先做A再做convolution 你A跟convolution做交換的時候 它的覆差會得到什麼 你知道兩個東西不可交換的時候 你永遠可以去考慮一些量去的衡量說 它們多麼不可交換 那現在這個不等是要說你說 這個upvolution跟convolution本身 它不可交換喔 但是它不可交換的情況到底 覆差會產生多少 就是這個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說 我禮拜那個韓國國後演講 它說一個 commutated inequality commutated inequality 我就覺得說它講的就是這個東西 我覺得 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這個 其實這個不等是這樣 名稱也很好 告訴你說有兩個算子 convolution是個算子 A是個算子 這兩個算子 影覺得不可交換 請問一下 他們不可交換程度多少 是不是可以控制 那這個是一個上界估計嗎 譬如說我再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知道什麼叫不確定 什麼台生寶 不確定原理 它就告訴你一個momentum operator 跟一個什麼operator 就我忘了 這樣的operator不可交換 那他們不可交換有個下界估計 那不等於0的東西 就是不確定原理 可交換就可交換 不可交換就不可交換 為什麼會有不可交換 我跟你講 有很多很好不等式的東西 因為兩個算子不可交換得到 對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知道 可交換程度 這很重要啊 因為兩個 我在跟你講 問題喔 我們知道有兩個involution 如果它可交換的話 可交換證明就會直接過去 所以不可交換就等於要找 對 那不可交換的時候 你呢 就是說 你如果學一些理代書 就知道說 你不可交換這件事情 會他們做這種 比如說 你有沒有聽過 vbracket 什麼computator 什麼那些東西 什麼kidding phone 反正這些東西 都在要衡量 這些不可交換 我現在沒有辦法跟你講很深 但我的意思是說 在數學上可交換是很幸福的事情 真正的分析都在不可交換的時候怎麼辦 然後不可交換會給你什麼好 其實不可交換才給你什麼好東西 OK 這個東西我現在沒有辦法跟你講很深 那基本上你這個不得是要理解成 convolution跟agent upgrade 它們不可交換的程度 你要記得衡量不可交換 你可以給上界估計 也可以給下界估計 上界估計就不確定原理 有一個例子 有一個例子 那上界估計的話 比如這一次的例子 我們只需要上界估計就好 OK 所以呢我們現在assume 這個lema 我們先看如果這個lema 各位會發生什麼事情 OK then 之後我就很幸福了 我們來看一看這件事情 你看喔 讓得u的ερ 減掉5ερ 在au做convolution 它的l2 node 加上c2 u的l2 node 它是不是大一點有什麼 我就直接 OK 慢慢寫 我們慢慢寫 這個可以嗎 這個純粹就是lema 這個不共 這個東西大一點 這是lema 這個東西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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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接下來幹嘛 用三角不等式 這兩個裡面相減 這個會不見 只剩下lanta-a 然後呢 可是我知道它現在是什麼 可是我知道u f0屬於h1 沒有它smooth 你看到這個東西 你會想到什麼 就是我剛剛看到這個在h1的彈本 對不對 可以嗎 好 可是你看 f0屬於0的時候 這個東西會屬於什麼 lanta-u in n2 這個東西會屬於什麼 所以我會得到 我會得到 這樣去我會等一下 0ta-au リ宮 加上 c2 u 好 這裡也是 這也是u的l2 它會大於等於λ-β的u的l2 可以嗎 它給球確定領的領域的時候 所以這樣領域是什麼 我的λ-Au的l2 代等於λ-β-C2的u 所以我就讓這個β更大 我就讓新的β叫什麼 叫β加C2 所以我這個resulte xml 就以對 對是lom a 都對 可以嗎 所以現在問題就是要證明這個不等式 我覺得我這個不等式 其實這個不等式的證明跟以前這個 所謂的modified approximation很像 很像 但是因為我之前沒有證 我就這裡把證明就證一次 那我上次之前的時候 我不想要再一開始就把同學下好 所以我就說因為這個東西10分c的書都有 所以說我們就先過去啦 但是 沒關係 證明精神很像 我現在證明就把以前的功力給補了 好 好 第一步呢 因為這個stimension是finite 從j等1到d嘛 所以我這些不等式我就考慮那些stimension把它拿掉 直接考慮一下就好 這個沒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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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它擺來上 ok 先試一下 這種想法不要小看它喔 可能就是非常簡單 但是這種想法有時候很powerful 最常見的情況就是很多時候要問你說 對一般的正整數n等要對的時候 你通常只要證明n等於2的時候是對就好 因為你接下來就幹嘛 做induction或之類的 那這種想法也成長見了 反正翻來上的時候 你就把那個翻來上給拿掉就沒有關係 好 接下來呢 你看我雖然說不可以這樣寫 但是我還是故意偏偏這樣寫 你要記得這只是simple 但我每次這樣寫的時候 只要考慮什麼week formulation 我現在幾倍了在x 某個x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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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跟各位同學講了 因為u不屬h1 你每次這樣寫的時候 只能把它想是simple 所以這個東西現在意思是什麼 不是這樣寫 這要把它寫的week formulation 就firmination 就像我常常跟各位同學講 我們在素質版 果質版的時候我們學PD 都口是心非啊 我眼睛看到微分算子 我心中想的都基本 現在也是這樣 我眼睛看到它都是一個微分算子 我心中想它是week formulation 但是我為了方便你思考 我現在這樣寫 就好像說 這個其實也不是大不了事情吧 你avance 學一學 你第二章學完 你每次看到appartion 你會說 因為它是week formulation 我以後都不可以寫appartion 不行不行 不准 你看你這樣會很辛苦 對不對 我每次都不可以寫appartion 都要把它寫百靈 你的風好痛苦喔 人真的好辛苦喔 對不對 現在就跟appartion很像 我知道它不能這樣寫 但它是week formulation 只是你不太熟悉 因為打發群做太多 我們說你做太少的人 就很不習慣了 對不對 至少我自己真的很不習慣 OK 我們接下來還是得真的 包括大家寫下來啊 人生就是這樣 可以說啦 我們這門課第一次 真正嚴格的分析 在這裡出現了 真正嚴格的積分估計 終於在這裡出現了 之前都假 之前都會 你有沒有覺得 學這門課的不等式 因為我非常少 你有沒有發現到 你有沒有以前學bd 你有沒有學過bd 沒有 你有沒有學過大學 大學bd嗎 沒有學過 沒有學過 酷耶 那你這樣很重 一次學就可以把以前學了 跟說實版學就全部學完了 這樣課真正 反正呢 嚴格的這種不等式分析 第一次出現在這裡 我跟你講 這個題目的難度 就跟證明那個 appalsimation是一樣難的 差不多啦 也跟證明什麼 你以前不是證明 譬如我不是做有一題嗎 可以heat equation嗎 要證明你的solution conference到initial condition 你以前在appalspd 或什麼chartspd的做法 都要刮個ball 然後去估計那些積分啊 我跟你講這個leman 難度跟那些差不多啊 OK 所以就是我們這門課 第一次難的不能是 你會覺得學bd這樣很快樂嗎 好啦 對不起我不能夠這樣講 說不定有的不快對不對 他很希望看到很多不等式 OK 好 這個我只是把它寫下來啦 用定義啦 那你還在注意 他是sim 他是simple 他也是simple 因為u不屬於h1 我這裡只是把這個 照定義寫下來 什麼叫conversion寫給你看 可以嗎 可以嗎 OK 好啦 接下來這個才是真的 這個才是true 就是說我把它做integrate by parts 因爲現在才是vipformation ajx 我把這個 這個微分幫 為什麼有個副號 為什麼有個副號 欸 那這樣應該會變得正號 等一下 喔沒有沒有 我沒有動 我並沒有幫過去 我這個先沒有幫 我只是把本來對aj偏尾 現在對yj偏尾 有個副號 可以嗎 變成對yj偏尾 這個東西沒有integrate by parts 純粹只是做變數變化 可以嗎 這個東西只是純粹做變數變化 然後這個東西要integrate by parts 然後這個東西加上 partialyj b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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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同學 我只有在這兩個東西做integrate by parts 這個東西只是把這個 這個東西只是把這個 這一個偏尾 現在對yj偏尾 做變數變化給我負號出來 那這個東西就真的是true 為什麼 這裡面沒有對u的偏尾 只要就是l 柱就不用define了 所以這個東西才是我們真正的so 就是withformation 那我們現在要跟這個東西做估計 好 我現在把這個東西叫做i1 這個積分叫i1 這個東西叫i2 ok嗎 那i2比較簡單 i2呢 我估計一下 以前是i2 我先估計i2 因為i2比較簡單 i2的L突動會不會 i2L突動會很簡單 rie2 喔 дорог 這個當然很難 不會生到尾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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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尬著00 我先这么说好了 有这三项 什么东西是简单的啊 你要先看到项 你要先知道什么东西是简单的 对这个Modify没有回分是简单的 因为你可以直接提出来 因为这个C1 只要有对Modify有回分 你要另外做 所以这两项叫I1 这两项叫I1 这一项很简单 叫I2 可以吗 所以I2呢 你会发现什么 这很简单 因为这个是BC1 所以这个东西可以直接提出来 然后这个东西 是5Y跟U的内积的L2 那就是 我直接讲 它就小一点 它就小一点是什么 C1 你还记得C1 刚才就是SUP 这个东西的C1N AJ的C1N 然后呢 5F0 跟U的L1N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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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得这个东西是UF0 L2N 会被U的L2N给帮住 然后这个C1 是这个东西的数 J 可以吗 可以 那你当然记得这个东西 这个C1 C1跟F0 没有关系 因为它纯粹是跟AJ有关 好 男的是I1 I1呢 我们就用这个identity 我们要把这个围根算出来 其实你如果对这个Modify 比如很熟 这些都trivial 你怎么做呢 你记得Modify的定义是这样子 你本来是有5Y 然后呢 这个5F0 它的定义就是5Y 以X-Y 去做F0 然后呢 因为我是D Dimension 你F0 第一分之D 然后你现在partialY 可以 你可以看这个Modify 这个Modify 怎么构造了 这个5F0 跟5F1的关系 就是对它旁边做rescaling 所以你有这个F0 用B出来 然后你这个微分是这样子 那你接下来对里面做迁入 所以它是F0 B四方分之1 然后呢 Define1 Define1是主要谈的Jakobian Define1 在F0 F-Y 这个东西 然后呢 你这里有一个F0 F-Y F-J F-Y J 这指令就是对它那个 弄作 做微分 好 那你接下来 他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说 嗯 OK 这整个东西 如果取权类值 它会想累低 为什么 因为 这个support 这所有的set compact sets 的这个 5F0 不等于0 它是compact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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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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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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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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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2 1 2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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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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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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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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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下一步這樣子 你用這個所謂的態勢展開 因為aj是什麼 他就bcy 所以你把它寫態勢展開 然後就它有 partial yj aj 然後defector在x-y 然後加上small o 可以嗎 這個是small o 難道rotation 可以嗎 這就是它可為分的定義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你用剛剛那個 我們剛剛的不等式 我會知道說它是rd x-y d四方 然後呢 你對這個jacobian 取絕對值 這個絕對值的意思是 其實是upgrade alone 但這個沒有關係 然後呢 oh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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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不好意思 這個東西絕對只想了一遍 aj aj的x-1 加上small o x-1 y 1 可以嗎 但你看 什麼叫small o of x-1 就這個東西取limit的時候 這個就趨近一點嘛 所以這個不要看的啊 所以這個東西是很小的下 那這個東西是c1 可以嗎 也就是說 我想要說 我想要說的是這個東西 它是小的等於c3 然後這個c3是independent of h 為什麼可以這樣 我知道這個東西 現在被bomb住了 現在還有這一下 為什麼 因為它幾個類型是當y等x的時候 ok 好 好 那個aj的x-1 y的那個 尾分有 那什麼 啊 bc1 就知道它自己bc1 bc1夠嗎 你這邊說的dc1是有bundi的c1 bundi的c1 這個bundi的c1 是不是這樣 好嗎 這好像有一些小gap 我要就 就是我要 就我要想一下這一項 你寫會過嗎 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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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現在是 這一項當y等y的時候 我不確定會不會炸掉 ok 我回想 我回想 我回 所以我回想一想 所以呢 我希望它是這樣 rd 然後fd分之1 by1 by ok 所以你當你這麼做的時候呢 我就直接對i1 現在全l2 弄 然後它就小一個c3 這個不用 這個 這個不用看 然後你這個d5 1的l1弄可以直接 跌出來 因為你把f1 b再變回去 然後這個u直接l2 這是用 可以的 這個 用hird嗎 那個 不是 是 怎麼一樣還是 不是啦 這很簡單 因為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是point wise 我直接把這個東西 直接沉進去 然後直接 就l1弄 整個提出來 lp跟l1 lp相承 之類的 我直接把它提出來 然後直接l2弄 所以這個c3 是independent 這個東西也跟f1沒有關係 所以整個跟f1沒有關係 你自己的c3 這個color 如果這個是對的話 它跟f1沒有關係 然後這個東西d by 1 它跟f1沒有關係 d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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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整個它跟f1沒有關係 那當然現在有個gap是 我要想一下為什麼 這個像是 這個東西是不是 以為d by 1 因為你bc1 我aj是bc1 你如果說它的尾分是那個b 所以我不是 不是 現在你是尾分過後 對啊對啊 你已經尾了啦 但是它不一定是b 對啊 所以是不是d by 1 所以你才會有那個bc 才會有那個c3 你比如這個c3跟f1沒有關係 這跟f1沒有關係 這跟f1沒有關係 還是 只是 現在不是問說 為什麼可以用那個c3包 但是你bc1 其實已經圍過了 但是圍完之後 那個函數好固定是綁定的 這個c 圍過之後是綁定 bc1意思就是它aj 圍過之後還是綁定 但是綁定 因為老師說 其實你看下一盤還有處理 下一盤還有處理 這一項 所以在x靠近y 中後有一個s 那種 你必須要去把它分 對 對對對 我回想一想 不好意思 在這裡有game OK好 我回想一想 我回再補充game 所以這裡面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個game 我的平時啊 知道怎麼 OK 下一步 下一步就比較簡單了 當然我們現在有這個 reserved estimate 那我們下一步當然要證明它是怎麼樣 它真的是所謂它是bijection 它這樣才能說它是reserved estimate 所以呢 我們step5呢 就是浪達在 而beta q就是呢 我現在就beta 加c2 加c2 你記得這個c2 是由那個commutated in a quality 來的 我們證明這個range 我們這個data-a 它是closed l2 那同學 你已經有太多經驗了啦 你知道這種range 是closed一定跟什麼很有關係 一定跟a本身closed有關 而且跟下界伏具有關 因為range closed是某個component 對不對 它要有limit 然後limit要在幾面 然後closed意思是怎麼glow 它的limit都會有 那你現在要從兩個limit裡會imply一個limit裡 兩個limit都成立的情況才有一個limit嘛 那你現在就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東西是比較trivial 就是你現在已經很了解 所以我就讓fn呢 比如說我defy成lata-aun 屬於f in l2 對不對 那我現在想要證明什麼 我f也是可以寫什麼lata-a的某個動 某個動 某個動 那現在懶的地方是什麼 哪個地方是你不確定 un有沒有limit 因為你如果un的limit的話 你就可以用closed of a 得到所有的事情 那你這個limit怎麼得到 就用這個嘛 我已經講太多便了 就是 因為你這個東西caution 這個東西caution 我引牌這個東西caution 所以ua有limit 然後你再用closed 想法都是這樣 所以呢 那這個fn呢 iscaution in l2 然後我就把這個叫做 這個exprimate 比如說我這樣做什麼東西 打勾呢 打勾呢 這個un啊 iscaution in l2 所以這個意思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un呢 conferging u in l2 對不對 你現在un conferging u in l2 你現在要幹嘛 since a is close 所以呢 我的q呢 就屬於domain of a and lambda-a b 等於 這樣就結束了 對 因為這樣就 inviable x range lanta-a 好 再有很多小細節啊 比如domain of lambda-a 等於domain of a 就吹了 所以第二個step就是這樣 OK 好 現在幾分 49 好我們下個五分鐘 不好意思 然後我們把這個證明講完 然後我們再一講 since max 啊這個怎麼辦 陳之勤你救我啊 感覺bc1好像不夠 如果你這個走這條路 但是沒有bc1就夠了 bc1就夠了 這個是確定的 確定的bc1就夠了 我應該哪裡 那可能哪邊估計 估計太暗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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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邊要走下去 啊 啊 這裡啦 我 我丟 我 你離前面 我丟太多像了 我覺得我丟太多像了 我在猜 應該是這裡還有乘一個 乘一個 mj-yj 對 對 我想想看 我應該可以把它 再寫 一點 然後不要 就不要 不要全部都丟 對 我 我就 我會把它寫清楚 應該是寫清楚 因為講義應該對啦 但我的意思是說 好 我已經全部都丟了 我現在寫清楚 我現在不要全部都丟 反正這個可以擦 所以我現在知道什麼事情 我現在知道這裡有 partial yj aj x-y 這個OK啦 加上 然後 乘以 fx x-y 然後這裡有 這裡有 x-j -y-j 對 好 然後我又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的x-j-y-j bx-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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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一個有RPoint的形式 把它Bab住之後再把ReroPoint消掉 我知道這個Aption跑來去了 因為這個Aption在做變速變換的時候 這個進去之後這個還會被吸過去 我在想這FCO會在做變速變換的時候 就是你到時候要做一個變速變換 把這再吸回去的時候 可是低翅膀是剛好 可是這個會在這裡面被吸嗎? 底歪的時候? 你會在另一個 沒有沒有 對對對 低翅膀剛好 就是RD的L1 RD的L1來了一顆 是是是 YES 我希望這個東西 Sing a Big O 1 這個會 Big O 1 是Bin O 1 嗯 好像你那個AZX-Y那個要怎麼用這樣? 就分枝的這個 對 分枝? 對 對 就是那個AZX-Y 那邊就要怎麼用這樣? 就分枝了 這個嗎? 對 分枝? 就是說O2很方法 就是很小 對 不行還是OK 好 我會想 各位觀眾 我們剛剛下課考慮一下 我在做胎熱展開的時候 這裡啊 我稱一個X 就稱一個AZ-Y啦 當然是 對 有一個AZ-Y這樣子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AZ-Y 所以你絕對覺得說 這個東西只是它是 Bounding 但是Bounding Bounding 就看這個東西的術就好 然後這個東西Slow-Moke 可以吃掉 對 沒有問題 沒有game 我們很開心 好 人生啊 好的 那我是覺得這個LAMA 所以KANGU可以就引了 就引了扣得也很值得 大家要注意 就是說這背後的想法 以及包括這裡面不得吃 這裡面所用到的技巧 其實還不錯 好 接下來Step 最後一個Final 最後一個Final Step 是我們這個 這個證明第二個Lang Trivial 部分 我們現在證明呢 它是Suggestion 因為我這個下課估計本身 已經給你Injection 你記得嗎 如果LAMA-U等於0 真就等於0 所以現在只要證明它Suggestion 所有的事情都好 那因為我現在是在Heal-Up Space裡面 所以我有所謂的Complex Compress 然後我要證明B等於0 假設這件事情對呢 我們就知道 我們就知道 Lana-A 從Domate of A 打到L2 它是Dijection 它是Dijective 4O 其實是絕類值啦 我這個講義上面都有寫的 我覺得自己錯 沒關係 沒有 沒有渣 那這樣的話呢 因為它現在是一個 它有Inverse 所以這個Estimate 就給你Resolve an Estimate 我呢 Lana-A Lana-A Inverse X Lan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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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知道什麼 我的Pn的系統 定理需要什麼 需要它是Resolve an Estimate 然後對所有的N都要對啊 可是這裡太幸運了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Counted是1啊 所以我這裡不用什麼 不需要什麼打八卷的過 我就直接合成N次 1的N次方還是1啊 Yeah Happy 所以你就合成N次 就得到Lana-A的-N 它的Operator Norm 它小一點 那它整個L N次方 1的N次方 等於1 Yes 這樣就正了 這樣 here 所以這樣 here 有需要達定理 就跟你講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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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生成一個Semi-Flow 但是我要跟各位同學講 因為它這裡有掛的絕對值 所以它其實生成Flow 作業 作業 作業跟你講 如果這件事情成立是掛絕對值的 所以它事情就只能 不止是在那樣子 好 那為什麼證明這個Step 人去表 你記得一件事情是什麼 你記得我們之前怎麼樣證明 簡單講 簡單跟各位同學講 就是這樣 就是 我們之前在拋物方程的時候 怎麼樣證明這件事情 其實我有點忘了 我也就 我有點能證明這件事情 假設在拋物方程的State 然後證明拋物方程的State O O 比較情況下 是什麼 是因為 你用NAS沒有規定的時候 你的 就 你upgrade本身 跟coactive 你buu的絕對值 會小一點 某個東西的u平方 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 會給你composition 到時候可以選特別的 你的b b的話 跟這個東西 浪達前的u很等於你 內積很等於你 你就可以選特別的b 但這很麻煩的是 你沒有coactive這件事情 所以 你在這種一節尾分算子 你要去證明這件事情 因為你有osogoro combat 來請告訴你 你以前要學線性代數的時候 你有個矩正A 這個矩正A 可以給你neural space 可以給你canon space 一大的space 你一般情況下 要考慮它osogoro combat 你要考慮什麼 你要考慮它 就是enjoy operator 所以一般情況下 你要去stunt 給你一個operator 給你一個他的space 你要去考慮它osogoro combat 在hef space的setting上 你就要考慮它enjoy operator 而這個東西 我們在ebti operator 沒有需要去研究 因為一般情況下 你會有start 他本身save enjoy 本身就是他自己 如果是一般的ebti operator 他也可以更好的叫 他是coerc coerasing coerc 這個下界不等是 也給你要的東西 這個時候你就不用去study 但是一般情況下 其實我的7天 他跟空點 一般情況下 你都要study這個東西 你如果在hef space setting 這樣你要去study 這個A的adjoint operator 什麼叫做adjoint 什麼叫做adjoint operator 如果今天是線性代數的時候 在時數的時候 就是transport 如果是負數的時候 就是它的remission 那如果是在一般的函數 就算一般的算子就adject operator 那adject operator要刻畫它 一般圖案是non-trickive的 那在無窮有空間中 什麼叫它adject operator 什麼叫它的dual space 或是permetal 它的adject operator 這個東西是很tricky的 一般情況下 在我們這個情況下 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秀說 那在我們這個setting下 這個adject operator是什麼 好 所以呢 所以 and we can apply adject accuracy 所以這現在幾點了 11點4分 11點半的時候跟我講一下 好 所以這個proof呢 最難的就是什麼叫它adject operator 那我在跟各位秀講 那原因就是因為呢 它沒有像我們土耳算什麼比較好的 這什麼alc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真的要去按表操課 照定義去study 就在study它adject operator 那這adject operator怎麼define呢 它很抽象的定義就是這樣定義 什麼叫adject operator呢 你有AUV嘛 對不對 它decnation 就是呢 你的定義就是配著a star b 這都是m 可以嗎 你在lange的時候 交換過去就adject operator 那當然這裡呢 這裡東西就那裡 u要數有沒有A 然後b要數有沒有A 如果今天a屬於sat adject就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a star的a 就是他們講的omain 可能性的 一般出來沒有 現在你只是說 這operator有一個抽象的a star 有一個抽象的omain 所以你進步你要去刻畫 這兩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我先跟你們講結果好了 就我先跟你們講結果 就是說我們為什麼要study這個東西呢 我讓b屬於它的range 所以我不會看你們的 所以你會得到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的landa-AUV的N2 等於你對所有的u屬於 b屬於v的N2 可以嗎 這byDephibition 那這個東西你會得到什麼 你會得到landa-uVL2 要等於AUV的L2 對不對 可是你這樣就知道什麼 AUV等於這樣 就代表什麼 A A 等一下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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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了 A 我想要把b寫來這裡 其實一樣 但是我現在這樣比較方便了 所以我會得到b的landa-u 等於b的AU 等於b的AU 對不對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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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應該是一樣的 等一下 b的landa-u等於b的AU 那我知道 我想把他變成enjoyed的話 他會變成a starb u 不是他 是浪達u 不是他 是浪達u 等浪達是不是可以提出來 再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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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 對不起 我還在選人家 看看 看看會把門進去 所以你會得到 於浪達uVL2 等於AUVL2 等於U OK U A starbL2 對不對 這OK 然後你浪達可以提出來 可以放進去 提出來放進去的時候 這個會等於什麼 這個會等於U的浪達b的L2 同意嗎 所以你會得到什麼 因為這個就會對所有的U屬於Domate of A都成立 而且Domate of A是dense 所以呢 Domate of A是dense 你這個L2 所以你會得到一件事情 叫做A star B等於浪達R B 這件事情 那你接下來有一個東西是這樣子 這個東西我大概會證明 就是說呢 你這個A star Resolve An Estimate 跟A是一樣的 我大概會說明 Assuming這件事情是對的 所以呢 你現在知道一件事情是什麼 0等於浪達Bar 減掉A 可是你記得我現在浪達實數 浪達實數 所以浪達Bar等於浪達 浪達屬於R 因為浪達現在大於 我現在浪達實數嘛 所以變了浪達 那呢 就我現在知道說0 浪達這個東西 等於0 為什麼 因為浪達減掉A star B等於0 可是這個東西 我假設 我知道這件事情 它會等於什麼 它會等於浪達減掉Beta的B的L出動 對 假設它有Resolve Atom 假設A star有相同 Resolve Atom 這個是我大概會說 可是這個東西 不等於0 這東西等於0 所以這樣 影拍是什麼 V等於0 這樣就這麼來了 OK 所以我這邊有一些小東西要看一下 所以你要明瞭證它 它也一樣有這種 對 這個東西其實我會說明 要證明這個A star有同樣的 同樣的Resolve Atom 就我會說明 OK 當然關鍵點就是在這裡 它也一樣的Resolve Atom 就是說你如果今天 什麼分析都不要做 你光是考慮了抽象Agent Upgrade 你就可以知道這所有事情 至少到這裡 到這裡 你可以知道 OK 所以說你3號的 你要證明它等於0 一定是什麼 你也 就你也 就你會得到這 就是你什麼分析都不要做 你會得到這件事情 你接下來要證明B等於 所以你一定要對這個東西 有個下距離 對 那你當然這個Beta 是跟本來的Beta不太一樣 可能會更大 只有 沒有不一樣不一樣 但我就一直講Beta會一直動 看你的情況會一直動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今天在看這裡 它會得到Start Adjoin的原因 就是因為 反正信心歹數你也知道 或是說你今天什麼分析都 什麼分析都不要做 就是你一定要把這Upgrade給搬過來 這件事情 因為我想要對U Dancing這個 如果要找一個關係式 對所有的U都要成立 這樣才可以找關係式 就S大B 這個是你的Final關係式 你會得到這件事情 那你最難的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 那這個比賽要刻畫 這個A start 好 我現在給你們講 理想了 為什麼要start這個 HR 那當然我們在證明 Hier Neshita的時候 也知道一件事情 假設你A start X Banner Space 不是Hear 不是Hear Bird的話 你一開始要等到 這個Range 它是什麼 Dance 你要用Han Banner 然後再用一些Argument 這個東西是Hine Nantre Hine Nantre 好 在Hear Space的Setting 我們很幸福 好 所以呢 我現在先跟各位講 我們要準備去刻畫 這個Agent Heart 一般情況下這樣子 我們先講 這所有的東西都非常Smooth 先看它 Strong Phone長什麼樣子 然後再把Wick Phone寫下來 這個都這樣子 可以嗎 好 所以呢 這個呢 我們要去刻畫這個A 就A star呢 We begin from assuming U 我們現在需要把那是 裝空給寫下來 U跟V呢 它現在都是X function OK Lan 你看喔 這個東西是很常用的 你要這個計程會 我們一般情況下 想要知道A star長什麼樣子 要先做這件事情 我大概有個summation 這一本 D到B 我就不行了 然後呢 這by definition by definition是什麼 A J Partial A J U 它Chess Pulse 跟V bar 對不對 這OK啦 這照定義而已嘛 對不對 AUP的 然後你現在就 Integrant by parts 這等於什麼 負的 Dimension U key 那你當然記得一件事情就是 沒關係 Partial A J A J A J T V bar OK嗎 可是你記得 A J T是什麼 A J T 是 A J bar OK嗎 因為它是 Permission 所以這個東西等於 負的 summation D U T Partial A J 就直接變成A J bar 變成A J V 的整個bar OK嗎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所以這個東西我希望 它就是 U A star V 的L部嘛 的L部嘛 我希望它是 U已經在這裡了 所以你那個S star V 會是什麼 S star V就是負的這個東西 所以你會期待什麼 所以我會期待呢 這個ans,a strong form,我現在assume所有東西都是smooth a star,v,difinition,就是負的sumation,partial,aj,v,可以嗎? 為什麼?因為這個bar還是第二個component,我把bar拿掉,符號進來 所以這個就是我adjusting the strong form 意思就是什麼?我們現在如果把這個operator寫下來,他的strong form就是這樣 那我接下來要倒他的quick form,因為quick form就是他的tomate quick form就是給他的tomate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我們剛剛已經第一個step不是先證明說 這個bonding perturbation不要管的,第一個step要tomate,第三step要close 我們現在是這樣子,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另外一個upgrade叫這個 我們要做同樣的事情,再做一次,找他quick form,證明他close 但是接下來會比較簡單,因為我們對這個a有標準 其實這個a star跟a是有關係的,不是完全沒有關係 好,那他quick form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看到quick form,我們現在看到quick form 我們現在看到quick form,我們要找到quick form,我們就 你要找到quick form,就要把那quick form寫下來,對不對? 你就考慮這個a star跟b呢,那l2是什麼? 我只要去知道這件事情 那這個l2呢,就是呢,你照定義就是rd,然後呢,partial,fj,aj,u,整個transpose,v bar,對不對? 可以嗎? 然後你現在做integrate by parts,困號不見了,然後變成那是ut ajt,然後呢,partial,fj,v bar,同意嗎? 就integrate by parts,然後呢,你還記得一件事情就是ajt呢,等於aj bar,所以這個東西要等於summation, rd,ut,然後呢,整個bar,aj,partial,fj,v,嘛,l, 所以這個東西就整個summation呢,u,aj,partial,fj,v,跟l2嘛,對不對? 那這個definition非常好,為什麼? 因爲我不需要對於我任何回分,所以我的wit formulation就是什麼? 雖然我的wit formulation就可以透過這個分布積分直接得到 所以呢,所以我們說呢,a star u等於s,if only,這個summation,我對於q呢, 所以呢,所以我們說,a star u等於s,if only,這個summation,我對於q呢, 所以我們aj,partial fj,v,l2,要等於f跟v的l2,所以所有的this,它是x function, 這個就是它wit formulation,這個也是它的domain,domain就是呢,什麼叫u屬於domain of a star? 就是,存在一個f,使得這件事情對所有的v都成立 這就是跟剛剛做得很像啦,好,接下來重點來囉 老師,你左邊那個也是,左邊那個也是wit sense下面的 對,你有點像說我剛剛把剛剛的step 2再重做一次啦,OK OK 好,但是你接下來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注意一下,就是什麼 你還記得a star v是什麼? 你記得a star v是什麼? 你記得a star v是什麼? 你記得a star v是什麼? 剛剛它的stromb是什麼? 剛剛它的stromb是什麼? 剛剛它的stromb是這樣子 partial aj aj v嘛,對不對? 它的stromb是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呢,你可以用圈入喔 它做,它是什麼? 它是aj partial aj d u sorry,u u 減掉sigma partial aj aj u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就是a u嘛 這個東西是什麼? 它是一個bundee of perturbation 因為這個東西是c1,可以提出來 它minia in u,bundee 所以它是一個bundee of perturbation in l2 來 那這樣子的話,我接下來直接用講就可以了 因為這樣子 所以呢,它比如說跟xms一樣的 一樣的 就是你的beta變 為什麼? 因為這個beta變就是有這個bundee perturbation 對 這兩個,你記得喔 如果這個bundee perturbation 等一下,它有個負 是不是有個負 有個負 那這個有個負 如果這個沒有bundee perturbation 則a star它是sq symmetric a star就是-a sq symmetric 那它是呢 a star是-a加上一個bundee perturbation 但是bundee perturbation 所以你不影響我的resolved estimate 對不對 因為所有的東西只是會出現在這個東西 再變一個新的counter 所以它的resolved和esm一樣 它的fone一樣 這樣我能證明 所以我們做什麼事情 就是呢 OK,當然我們應該這麼說 因為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會影響一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影響一件事情 就是 domain of a star 其實又等於 domain of a 你回去可以看一下 是一樣的 然後這樣的 domain一樣 然後你又知道 a star其實是a 等於-a加上bundee perturbation in L2 那resolved estimate 所以就是說 它的adjoint upright其實很好 就是它 等於它本身加個符號 加上bundee perturbation 一般情況沒有 OK 好 那我們就證完了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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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mmetria and y6 就是有問題嗎 陳倫先生,現在解釋你們 各式四 有問題嗎 請各位同學有問題嗎 好 嗯 嗯 嗯 好 那 我可以要給你們借用15分鐘 對嗎 好 那我們接下來講第二個應用 我這個講比較快 因為我時間真的沒有很多 但這個想法很簡單 就是把這個must world equation 寫成 symmetric happy body equation 那must world equation 在電磁學很重要 你們大家都給我清楚 那它的mini是什麼 那這各位大家可以顧和一下 那我們現在純粹呢 只是解方程 我們現在挑釋個ε t e是什麼東西啊 電場 還是電場 b是什麼 磁塔 哇 酷耶 我這輩子第一次看到must world 就正在這裡 因為我也寫社會主 可以嗎 但是我覺得社會主 數學也可以學到很多 我寫高山的時候就寫太熱展開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有寫太熱展開 對啊 欸 你我以前 雖然是社會主 但我有參加過全國能力競賽 真的 對啊 他有進到 有進到全國啊 但是我那個時候 社會主要去醫院 沒有那數學就是這樣 數學是不是也可以學嘛 每個人都可以學數學啊 每個人 康德說啊 每個人的先天都有那個幾何 數跟數的經驗 那個旅行啊 對不對 通常以前也是一種種 對啊 當然可以啊 那種不行 但是我 但是你如果問我做什麼 這個物理一種 我覺得這不是物資神 這也是這麼明顯 這完全不會 OK OK 好 那你記得這個 Axion跟μ不是 constant 它是函數喔 所以呢 μ跟Axion 它不是 constant 這很重要 它DC1 然後呢 它的Domain是R3 它的x在R3 然後它是個Matrix 一個R 然後呢 假設我們 這個假設很強喔 假設它是uniformly passive definite 就是說 你考慮打project4 它Symmetric 然後它的Igon view 全部都正 我是不是只要講pastive definite 沒有 它是uniform 為什麼 因為它對每個x 都有一個 它對每個x 給定都是一個pastive definite 然後我希望它那種多大 跟uniform 跟x沒有關係 所以它現在是uniform 好 那你當然recall一下 這大微計分 我們recall一下這個curl operator是什麼 我只是寫一下 curl f呢 它是個factor 那這個意思就是它dj有component 可以 它definition 就summention 你們以前都怎麼樣去看curl 沒有我沒有加 curl 就直接用那個definition pone然後寫下 你們這些人 就是都用 好啦好啦 DIPcurl都不會算 我喜歡 這個都不會算 電力器人來問的 然後這個 α ijk 就是這個 就是permutation 這個東西寫得很小 這個東西寫得很小 sigma 選s3 這個 這個 123等於 這個 這個就一個standard permutation 然後 α jk l 就是你一個sign 你們有學過代數啊 就是permutation 然後這個東西有的sigma sigma 這個 我建議你們各位把它寫開來 你們有沒有覺得很舒服的話 好 那所謂的curl operator 這個 所以基本上呢 它e是個factor b也是個factor 所以它有六個方程 那它是線性pd 為什麼 因為curl是線性operator curl是你operator 像mini的pd 那一般的情況下 你真正的shediger 還有加學特務 那我今天考 不要考這些特務 好的 真空中 是學禮 是學禮 Maxwell Maxwell跟shediger 這好看來 Somotive 反正呢 真空中 真空中沒有加等 我跟你講 你要考我這個東西 就是文藍社會組嘛 對不對 你叫一個社會組 講Maxwell在幹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不過剛剛 剛剛講到這個Difential 讓我想到一個故事嘛 就是我以前在德國中 我常講 欸你們有聽過這個故事嗎 沒有 我在跟代書籍的人聊 在做代書籍的人聊天 我就覺得說 他們講的東西 我都聽不懂 我講的東西他們應該都聽得懂 我就問他們說 這個 你應該有聽過吧 還是什麼 其他人沒有聽過 我就是我們來比賽一下 我來講我這個領域最基本的東西 然後你們來講 我們來考考看 誰懂誰不懂 我先 我就考他們 什麼叫做 維基分基本定理 在場五個代書籍的國後 德國 很強喔 面面相去 然後問我說 有沒有 維基分基本定理嗎 我說 有啊 然後過了兩分鐘 他們一開始 還不確定 維基分基本定理啊 什麼意思 他們問我 維基分基本定理嗎 他們代書籍學太多了嘛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兩分鐘後 我算得很清楚 一個人同學 啊我知道 是不是stopping What 我說 你的維基分基本定理 叫stopping 我說你也不能說也錯 是對的 但是你為什麼不可以跟我講簡單的東西 你一定要跟我講stopping 然後他就開始問我 什麼叫做bondo 我那個bondo 就是一重一重了嘛 然後我接下來就問他說 你們知道什麼叫tide的展開嗎 這個時候代書籍學就知道 這個我知道 然後什麼叫tide的展開 對你而言 對代書籍學看法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把smooth function 鎖清的spect 看成一個ring 然後呢 一間tide的展開呢 你隨便給我一個f 所謂的一間tide的展開 就是這個ring 對它的這個f所謂的ideal caution 二間tide的展開就是f呢 這個ideal 對它f平方做caution c裡面是個ring 然後你的tide的展開f是個ideal 然後你的tide的展開一間像呢 就是這個c裡面 這個ring caution 叫做ideal 然後加 你就給我加了什麼 然後第二間展開就是f呢 這個ideal caution 叫做f2 是f2 還是c f2 f2 叫做f2 屬型的ideal 這叫太熱的展開 太好了 很好 那看這個是什麼 我不知道 看了就看了可能就是 就是identity 對 identity 對不對 你看我那時候整個層吃巾耶 我說為什麼你的味道 跟我的味道不一樣 然後本來的時候就說 那你有沒有算sine x 它就開展開給我 給我看 就有這種 沒有不行不行 我們還是要做本來開的展開 那你為什麼要這樣 然後他們就這樣 因為帶子也是沒有matrix 對不對 所有東西都只有帶出來 帶出來 我就問他 那你會交回去 就會 會這樣交嗎 怎麼可能會這樣交 他這個人也沒有估計 對啊 沒有 我們他那邊也有一個是估計箱 他這個不知道 你們以後大一維積分 當老師的時候 為假你們這樣接著 看會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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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樣的維積分 比我的海藍很多 比我的這個無窮文 動力性有海藍這樣多 對啊 哈哈哈哈 我上次跟謝民老師聊 謝民老師聊 跟我講一個 很 跟我講一個 非常差一點的事情 因為你們知道 那種帶子比如說 比較帥一些什麼 拓譜變量的 什麼 我永遠都搞不懂 那是什麼 到底在幹嘛 我給你們懂 我真的也不懂 我在幹嘛 有一點 謝民老師跟我說 什麼叫 就是 有一個 有一個可愛的地方 它這個背線 其實不一樣是綁成的 跟定力出來的 所以口紅 就對這個反應 做謝信號 哇靠 我今天要做謝信號 這三個是整個人都 挖起來 什麼意思 你要做到 要做到 理解釋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 有一個 我的頭很痛 我的意思是說 數學世界很大 當然我 我只會簡單的東西 這東西其實都很簡單 你要知道 你不要學的這麼課很難 你要去跟他學 做代賦節很多聊天 你會覺得數學 你現在學的數學很幸福 因為就有力 OK 好 非常好 OK 好 來 來 我這個要講快一點 來 你們有機會也可以去參加一下 所謂的台北Postar Seminar 因為那裡面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 國後年輕的研究者 到底他們的世界是什麼 那這個SemiFlow 我們還是一樣 在Hearspace下 我X的選擇呢 就選有2 那你記得他的X在R3裡面 然後他每個分量B分B都在R3 然後他有兩個component 所以他是一個破檔 對 他有六個方法 好 這個Proof呢 idea很簡單 idea呢 就是呢 rewrite equation Hai Symmetric Hygobalic system 這樣就ok了 那我們就可以用剛剛那個定理 那我說那你看這個東西trick的地方在哪 trick的地方就是說你根本不知道 這是Semetic Hypothesis這System 就看不出來啊 就你要怎麼看得出來 所以接下來是比較trick的 你只要記得他們為什麼可以這樣看 好 首先呢 我現在給我看分量就好 你在第一個方程 所以根號ε 來同學 什麼叫根號ε 這個是個矩陣啊 什麼叫根號ε 因為它是鎮定矩陣 所以你可以把它寫成對角化 所謂根號就是p 本來是p inverse dp 所謂根號就是p inverse b的開根號 那因為它是鎮定矩陣 它根本可以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符號意思就是那個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因為你乘一個 就你把ε跟out 開根號 所以你不要問我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就是你現在的負二分之一啦 一樣啦 可以嗎 你每個entry都被負二分之一 然後呢我在做這件事情 這個k等的寫得清清楚楚 這很重要 然後你把那個curl寫下來 你真好辛苦喔 一道的curl 然後你接下來trick的是什麼 你擺一個mu嘛對不對 就你現在有curl嘛 你看 curl的definition是對於這個東西 對於x 就xk編維嘛 你現在把mu寫 誰跟號mu 誰跟號mu 來對之路喔 一個可以提出來 然後呢 你就變成partial xk 然後呢 去跟號mub 然後這個東西的l分量 可以嗎 可以嗎 然後加上 根號f1分之1 這個東西入口 這整個寫 就寫在這裡 加上αjkm partial xk 那現在partial xa 對於根號mu做partial 然後再乘以根號mu的b的l 可以嗎 這就來並之路喔 然後呢 什麼東西是重要的呢 跟號f1分之1 這也像是重要的 kl等於1到3 α dk 等於 跟號mu partial xk 其實重點就是 你把curl operator寫開 然後我接下來是這樣子 這個定義 就我現在定義這個東西 當然有summation 這個定義成叫b1 跟號mu的b 然後d這個component 可以嗎 我這個東西 第一個方程寫成這樣的時候 可以寫成 b1是哪一塊 b1是這一塊 b1是這一塊 就是那一塊的partial x 可以抽掉這樣 變成b1 沒有抽掉整個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好 同理了 你現在呢 現在乘以第二個方程 乘以更號mu 那這個東西呢 對 你要乘以更號mu 它有負 所以更號mu呢 summation km 等於1到3 alpha km 然後你現在把根號f1分之1 提出來 然後再同層 宣錄 就這樣 因為你現在1嘛 你把這一項1 你把這一項1 根號f1分之1 乘以根號f1 然後用language rule 我必須說啦 如果叫我來想 我不會啦 蠻難的 但是呢 你看這個tree 我不知道 這邊有沒有一些 數學理論 可以跟我們說 鮮豔上怎麼做 要不然try and error 我覺得這有點太聰明了 ok 好 那你今天就把這個東西 定義成b2 它是根號f1 j 意思是什麼 你剛剛為什麼這樣 我現在要做一個新的變數變換 這個東西才是重要的 這個東西是我的變數 所以它是跟到m 其他東西都是給定的彈數 那這個也一樣 為什麼它是根號ub 因為這個東西是我新的變數 這個東西都是給定的函數 這個東西都是給定的函數 可以嗎 好 我接下來要幹嘛 我現在來讓呢 我的view 這個東西呢 叫做根號f1 e 然後根號ub and define 這個upulator 這個upulator 叫buj 然後bj component 就是b1 n號ubb bj component 然後b2 來 同學 其實呢 重點是想 我現在要幹嘛 重點就是這個upulator 它是bounded upulator 你每頭2 你可以證明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bzy 所以這個東西啊 是一個bounded upulator x到x 我的x是這個 x到x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bundate pandervation data 告訴我什麼 我根本就沒考慮 根本沒有這些想 對齁 一樣齁 對 bundate pandervation data 我現在只是要用純耐性嘛 對不對 sandive flow 純耐性 我根本不用考慮 就這些項 with consider 這個b 這個upulator 這個upulator 意思就是我根本不用考慮這些項 好 那當我這麼做的時候 神奇的事情就來了 他真的就可以寫成signature 和5 6 其實本來就可以啦 就算人家可能 所以你會得到 就一件事情 所以你會得到 就一件事情 UT呢 U對D 我們會被B這個component 就是summation K N0 1 到3 然後你把這些都全部寫下來 這個你自己寫 我把這個矩正 這個矩正 然後呢 partial 然後特別強調的是sK U R 這樣子 不要 對嗎 我的B 不要看 那你看 這個東西就是傻 這個東西就是我的ajx 整個A嗎 對 你fix一個j 整個summation 可以嗎 可以嗎 你fix一個j 整個sum 應該就 就 就應該怎麼看 這個矩正就是 就是有ajx 那我現在證明aj怎麼樣 我只要這個aj是commission symmetric就好 那你當然這個東西symmetric 這個東西symmetric 所以你要做transpose的時候 你要對j跟l做交換 j跟l做交換 j跟l做交換 不是你整個transpose 是對j跟l做交換 可是你j跟l做交換的時候 這兩個一樣 因為你就是 你abba lk l kj是什麼 你把他kl 換換 對 所以變成什麼 完全 alpha kj kl 對 換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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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每次 其實你找transpose的時候 不是說這兩個transpose 不是喔 你真的回去算一下 transpose的時候是 你這個矩正不動 j跟l做交換 那因為j跟l做交換這兩個一樣 為什麼是單純j跟l做交換 我是對k做微分 k是fix住了 somehow 我做transpose的時候 整個j 你要記得 我是你這裡有jcomponent 一大多 對 然後整個矩正是 這個xkfix住 然後n 一大的common 你會算 這個東西有一點 ok 你會算 那簡單講 就可以證明它就是symmetric 這樣就是一個symmetric 很快 或是有一個更快的方法 要這樣子 來 kkl這個matrix 其實skew symmetric 那它像兩個kkl skew skew 變成symmetric 你如果一開始看的話 可以很快看 這個符號很重要喔 你如果沒有這個符號 會變成skew symmetric 就是 我不知道你回去可以再看一下布裡的東西 或是做 但是我 你可以回去check 把component寫下來 你會頭很痛 但是你會發現其實做卷脫 就是把這個f做交換 對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那先做個小結論 就是說 嗯 我們 Hishida病理呢 已經有很多應用了 其實我們以前的 他有一個特例叫什麼 叫Lumor Felix 就是當你x是一個herspace 然後你就是bix的painting 然後你呢 就可以呢 它是一個hershida color的 那我們可以用它來解 跑屋方程 證明這個跑屋方程 實在說 這個存在性 然後我們也用它來解 一個方程 好 非常好 那呢 可是hershida 這個Lumor Felix 定理比較難來證明這種hymobody system 所以我們今天做完的hershida 定理我們做一個重要應用 我們呢 就來處理這個 symmetry hyperbyte system 然後其中一個special case 叫做 Marswell Equation 那現在講這個symmetry hyperbyte system 就是 C等就是說 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裡面最trick的地方 其實是兩個東西 三個東西 一個就是 Domain A Domain A 是什麼 你們之後有更多的想法 就是說要從quick formulation出發 因為它給你比較多topology 它可以給你更多的可能性 這東西你後來會出現習慣 第一個NumTrivial的東西 是它所謂的competent tranquility 到底A這個application 跟convolutionapplication 它的差距差多少 這裡面的問題就是因為 我的Domain A 不是h1 我這個問題在 所以我來做Modified 做 approximation 的時候 我有一個error會出來 可是那個error可以control 非常好 那第二個東西就是說 因為我們散化沒有coagacy 沒有luxmio管 所以我們要證明 它erroroconocompetent 是empty 而是trivial的時候 我們需要去考慮adjent operator 那我今天已經秀給各位看了 這個想法不只你在做ODEPD 都很這樣 你以後只要考慮erroroconocompetent 你沒有其他的條件跟結構 最自然的想法 就會考慮adjent operator 那adjent operator 最簡單的想法 就是你一開始要想到 先把它的form找出來 就是先考慮所有的都smooth 去找出它的core 然後再找出它week preparation 那因為我們今天這一題 這個例子標號 就是說他adjent operator 剛好是-a 加上down-deer perturbation 所以他所有的reserval 到s 每 跟domain 全部都過得去 都一樣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證明 所以這是一個很ducky的事情 一般情況 adjent operator 比a可能是-a 所以我們就證完 這個時間就喊發自己的 那作為一個特定的 就是mustle 一個 在正中 那你會發現 這個mustle 一個 最trick的地方 不在於說 證明 是在於說 你為什麼會想到 去乘以跟它 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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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 對不對 這都有點難 但是我覺得 就經驗 你以後就知道說 你一開始看起來 它好像沒有hyperbiasing 然後symentary hyperbody 但是你可以乘一些東西 看看 那你就把一些塔式 那當然 這是經驗 其實還有第一個應用 但這第二個應用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不會講 但是我會把它做一個 補充材料 上課 就是你的所謂wave equation 一個system 很大的wave equation 你可以把它顯 可以把它寫 不是 不是很大的wave 就wave equation 就是說一個wave equation 你可以把它寫成 symentary have by system 所以你可以解一般性的 這個所謂 這個wave equation 那這個可以做為這樣 就是說 你的想法永遠都說 把它寫成 symentary have by system 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 抽象的 以後 或是我們 這個例子來 證明存在性 好 那我們今天這文課 就這樣子 那我們下一節要講 所以解了regularity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找到 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 semipro 那我們線性理論已經完備了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 進入一點點非線性 先考慮平衡 均衡的線性問題 再考慮semipro 那這個時候呢 就回到今天 字號問的問題 就是到底Avance的東西 Galating的東西 跟這個東西 差在哪 你就會發現真的好 就是半線性理論進來的時候 我不是說那些其他的做法 不可以處理 就是非線性或半線性都可以 但是 我覺得semipro的理論呢 在半線性的世界的時候呢 它那個條件特別好欠 純粹都會半難 純粹都會違分 等於Avance怎麼違分而已 OK 好 那就今天我們上課就上到這裡 謝謝各位 然後待會兒我們實習課 幫大家參考 謝謝 阿贓